穿越成秦始皇长子 第26章儒家 强不强 看到眼前的选择 照浪顿时露出一个笑容 他之前就遇到过这个选项 只可惜是和造指数一起出现的 所以他没有选取 现在再次出现 他怎么可能放过 至于这个书法精通 也很不错 毕竟上辈子照浪二十来岁的人了 字还是和鸡爪子爬的一样 但这和郑凯字大拳比起来 简直就不值一提 所以照浪毫不犹豫地选了郑凯字大拳 先生 我不想再写了 照浪咬咬牙说道 顿时 整个院子里的少年都看过来 一旁的照些也抬起了头 孔甲这时候刚刚放下去的戒指又抬了起来 他虽然是被人聘请过来的 但该有的原则 他一样都不会放松 更何况 在他心里 这里还是他和秦始皇的战场 为何 你如果不说明缘由 我今天就要罚你打十下戒指 孔甲严厉地说道 因为我今日手有些不舒服 照浪亚根儿就没有想和对方争论 因为和自己老爹不同 这些老儒生都是些有文化的大喷子 你要是和他争论 他分分钟能从上古说起 然后引经据点 把你说的一无是处 就喷人这方面来说 儒家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第一 想想 别人可是发明了骂战 这个词 把骂人上升到战争的程度 还真有人被骂死过 所以 他只想完成任务 拿到奖励 孔甲这时候却冷哼一声 说道 我今日就才看到你早上带着人翻墙 伸手灵活得很 继续写 另外伐克写竹简石卷 听到惩罚 照浪直接到吸一口冷气 这几天他也试过在竹简上刻字 简直就不是人干的活 而且这么弄 任务也没法完成了 照浪只能硬着头皮说道 先生 这个字太难写了 我越写越想睡觉 照浪的话才说完 他身后就想起一阵笑声 照浪顿时怒目看过去 想看看是哪个不适乡的小子 敢笑话他 却发现是孔甲带过来的弟子 照歇 孔甲也略为皱了下眉头 他正在教育照浪 你这出生取笑 也不合适 照歇的反应很快 脸色恢复严肃 站起来说道 公子 你虽然是庄子的主人 先生也是被你请回来的 但求学知道 原本就艰难 但多少人想学而不得 你又怎么能半途而废呢 听到这话 孔甲也点了点头 照浪其实也同意这说法 可现在情况不允许他投降 继续硬起头皮 我不是不学 只是这个字笔话太多 太过于繁杂 要是能简单点就好 他才说完 孔甲就皱起了眉头 就在这时 又有人说道 先生 我也觉得太难了 我学了好几天 现在连名字都还写不出来 要是字能简单一些 我们一定能学会 照浪回头一看 是去死 好小子 本公子平常没白疼你 知道这时候出来分担活力 其他少年也纷纷出声 孔甲一看 反而恢复了平静 然后说道 你们都认为这字太过复杂了 少年们几乎是齐齐点头 孔甲把戒齿一放 开口说道 也罢 是我着急了 只想着你们年龄已大 让你们尽快学字 却没有好好给你们讲过字的起源 以及对我华夏的重要性 你等可知 自盘古开天辟的以来 宇宙洪荒 人如除狗照浪一听 整个人都黏了 果然 他最怕的来了 这老儒生居然从开天辟的开始讲起 过了好一回而之后 孔甲终于说道 而后苍结造字 天降异象 每一笔 每一话 都是费尽了前人心血 你们现在再看看 这字岂能简化 院子里的少年们听完 都露出了郑重的神色 这时候就连醉他的铁杆去死 都说道 家主 先生说得很对 我们还是好好练字吧 赵浪也痛苦地抓了下自己的头发 因为这老儒生讲得还挺对 文字是一个文明极为重要的特征和标志 纵观整个世界 中文 是仅存的表意文字 并不是能够随意改动的 可他有正凯字啊 为了得到完整的正凯字大权 这一波照浪必须刚 先生说得没错 这字的确是不能随意更改 孔甲的脸上顿时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 能折服这些刺头的学生 对先生来说 也是一种成就感 只是没有等这笑意扩大 就听到照浪说道 但这并不是说 这字不能改 不应该改 上古时期 先人用图作画 然后有中顶文 再有大转 现有小转 文字都是一步步简化的 我们现在的人 难道还没有古人的聪明吗 孔甲越听 眉头就皱得越深 等照浪说完之后 他才冷冷地说道 简直是一派胡言 我等 岂能和上古先贤相比 他是孔子的后代 如果按照照浪的说法 那就是对自己的祖先不尽 所以他是不可能同意这种说法的 照浪不由地叹了口气 儒家 强不强 强 可以说很强 不然也不会把其余的 朱子百家给干趴下了 但缺点也很致命 那就是把古人的经典奉为 不可逾越的规则 然后给自己化得为牢 故不自封 华夏因此吃了不少亏 话已至此 照浪决定豁出去了 得罪一个教书先生而已 和获得正凯字比起来 算不了什么 要是把这个先生气走了 再找一个就是了 于是说道 现在的人为何比不过古人 如果真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应该还是穿着兽皮 生活在野外 正是一步步进去 才有了华夏的辉煌 照浪这时候站起来 把视线转向院子里的少年们 这些话他才不管这个老儒生听不听 只要这些少年能听懂就是了 我们要做的 便是吸取先人经验 然后不断向前 不断地进步 所以 弟子不必不如师 师不必闲于弟子 照浪用韩语 唐 的话 来做了最后的说明 此时 一旁的孔甲和赵歇 都已经呆立在当场 穿越成秦始皇长子 第27章 正必将徐服无马分师 弟子不必不如师 师不必闲于弟子 当照浪回过身来的时候 孔甲还在默默地念叨这句话 看着对方那呆滞的样子 照浪知道 今天估计是难了了 于是说道 先生 今日是照浪失礼了 您若想离开 我也不会阻拦 之前商议好的酬金 也会双倍奉上 孔甲这时也终于回过神来 看着面前的照浪 他不怒反省 露出一个笑容 说道 你这个弟子 老夫收定了 他是什么人 儒家之手 心胸眼界都非常人能比 所以他看到 秦始皇拿出的那神奇之物 为了儒家 甘愿来这一个小庄子 叫这么一群你腿子 而且尽心尽力 现在照浪只是顶撞他几句话 又算得了什么 而且这句话里面蕴含的道理 简直让他犹如醍醐灌顶 心境更上一层楼 这种良才美誉 他怎么可能放过 必须要收为弟子 这次轮到照浪傻了眼 今天是怎么回事 怎么都想收他做徒弟 先生 您是不是说错了 孔甲这时大笑道 没错 我就是要收你位入门弟子 怎么 你嫌弃我 不过是个普通教书先生 照浪摇摇头 说道 这倒不是 先生学问高深 当照浪的老师 是我的福气 照浪倒不是客气 这几天相处 可以看得出 这位先生 还是很有真才实料的 看出照浪不是嫌弃他 孔甲点点头 也不强求 此事我们先定下 等我完成了一件事之后 你再决定 要不要做我的入门弟子 孔甲已经打定了主意 等他和秦始皇之间的事情完成 他就公开自己的身份 到时候 他如家之手的身份 一定会让照浪 乖乖地败入他的门下 一想到照浪到时候 那惊讶 惊恶 惊喜 然后哭着喊着 要认他做老师的样子 即使孔甲身为儒家之手 也不由一阵暗爽 老师嘛 就是喜欢学生 看自己的崇拜目光 至于照浪的身份 孔甲并不在意 他可是敢和秦始皇 对着肝的人 所谓的六国余孽 他也认识不少 照浪的身份 还能大过他们 所以完全不是问题 发现了美誉 孔甲的心情也是极好 说道 老夫今日也累了 下午你们也不用练字了 休息吧 说完 便笑着走了出去 照浪听到这话也松了口气 只要这老儒生不应 逼着他拜师就行 等孔甲走了之后 照浪更是直接露出一个笑容来 因为奖励已经到手了 奖励已发放 随着系统的声音 照浪的脑海中便有了所有正凯字 甚至还有与之相对应的小转 闻 这就是意外之喜了 你知道你拒绝了什么吗 就在照浪美滋滋 查看脑海中的记忆时 一道声音从旁边响起 他抬起头 就看到照歇正神色复杂的 看着他 照歇心里此时五味杂成 他知道孔甲的真实身份 身为赵国王室后裔 为了败入孔甲门下借助儒家的力量复国 他甚至甘愿在孔甲身边当一个小小的书童 可对方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 他明白 对方可以和他结交 却绝对不会把整个儒家搭进去 但他万万没想到 孔甲居然主动要收照浪为入门弟子 入门弟子 那可是比亲儿子还要重要的地位 而就这样 照浪居然拒绝了 照浪不以为然的说道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说完就直接带着去死他们离开了 这群少年里面 有几个身体素质特别不错的 可以加大下训练量 居然被忽视了 照歇有些自嘲地笑了一下 他乃是王猴之子 如今居然被一个小地主的儿子忽视了 照歇脸上闪过一丝阴沉 等到有一天 我重新拿回照王的身份 一定要回到这里 看看你脸上的表情 但下一秒 他又恢复了那一幅千功有礼的样子 引得院子里不少少女 频频看向他 到了晚上的时候 院子里发生的这一幕 就已经被沉到了秦始皇的面前 那老东西居然想要收浪而为入门弟子 秦始皇看着面前的情报 一时间脸上的表情极为精彩 一旁送情报过来的赵高野满脸是笑 是啊 陛下 结果还被公子浪给拒绝了 哈哈哈哈 好好好 秦始皇直接大笑起来 这老东西拒绝我的赵剑这么多次 还不是被我儿给降服 秦始皇此时心中可以说是极为舒爽 他心里简直迫不及待 想要看看当照浪的身份曝光之后 孔甲的表情了 稍微平静下来之后 秦始皇眯了眯眼睛 说道 徐福现在到了哪里 那些术士又怎么样了 赵高神色一领 急忙回道 术士已经全部都被割了舌头 死了一个 其他人都在恢复中 徐福他明日就可到 陛下您要见他吗 见他 秦始皇眼中闪过一丝横力 如果不是让儿说 这些术士还有几分用处 正必将徐福无码分失 在这些术士里 秦始皇可以说最相信徐福 但当初有多幸 他现在就有多狠 他怕自己一见到他 就会将他处死 挑断他的手筋 脚筋 正要他这一辈子都当废人 秦始皇闭上了自己的眼睛 淡淡地说道 然后 在正向北巡游之前 你找个机会 把这些人交给浪儿 注意 浪儿心思灵敏 不要引起他的怀疑 赵高身体一颤 连忙回道 是 秦始皇这时缓缓地摆了摆手 赵高便说道 老奴告退 然后赵高便缓缓地退了出去 等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后 赵高才缓缓地呼了一口气 和秦始皇待在一起的时间 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得知自己只有几年的时间后 这脾气就越发难以揣测了 就像刚才前一刻 还在为公子浪开心叫好 下一刻就让徐福成了废人 陛下啊 陛下 不是赵高我薄情 是您实在是天威难测 赵高难难自语道 老奴我 也想要各善终啊 看着情报上赵浪的名字 赵高一时看得走了神 穿越成秦始皇长子 第二十八章可惜大秦没有生理课 第二天清晨 秦始皇准备回宫 赵浪带着少年们送老爹到了庄子门口 爹知道你的心意 但是用不着带着孩子们送我 秦始皇看着赵浪身后乌泱泱的一片的少年 嘴上说着不用送 脸上的笑容却是指都指不住 赵浪却微微愣了一下 他带着少年们只是顺便而已 因为从今天早上开始 他就准备带着身体已经恢复了的少年们 开始每天乘跑锻炼了 但让这时候肯定不能说实话 于是赵浪眼神诚恳的说道 爹你这次要离开一两个月 我们送送您 也是应该的 看着赵浪情争一切的样子 再看看他身后那些目光单纯的少年们 只有这些人才是真正关心他这个人吧 秦始皇顿时觉得眼里有些湿润 转过头淡淡的说道 行了就送到这里吧 我走了 然后带着人上了马车 只有望剑带着一个仆人留了下来 王爷爷 我们现在打算先热热身 然后开始吃早餐上课 您的课 我先和孔先生商议一下 把时间定到下午 您看如何 赵浪对王剑说道 王剑微微沉思了一下 才点点头说道 嗯也好 以后你就叫我老师吧 这次拜师一事也没有 倒是委屈你了 等以后时机成熟了 我们再办一次 身为兵家之首 王剑收入门弟子 按道理来说是要告知整个兵家的 因为入门弟子 没有意外的话 基本上就是一下任的兵家之首 现在陛下不让暴露身份 只能是先委屈下赵浪了 赵浪以为对方说的是造反的事 顿时野生表赞同的点点头 说道 老师 我们现在一定要保持低调 等事成之后 再浪也不迟 于是两人都达成了共识 赵浪他们训练的时候 王剑就在一旁看着 他要根据赵浪的新训练方式 来制定一套有效的指导方法 因才师教 才是最好的教学手段 孔甲对庄子上多出来一个先生 没有表示意义 正好一天四个时辰 他也有些雷 他原本还想和新的先生见一面 可知道赵浪请的是训练方面的先生 就直接放弃了 一个武夫还不配和他这个儒家之手有交际 这倒也省了不少麻烦 下午的时候赵浪就带着所有人少年准备上王剑的课 这是但是王剑看着下面静摆的少男少女脑子有些猛 他原本只打算给赵浪一人授课的 身为兵家之手 他所讲的东西还真不是人人都够资格听 老师 怎么了 是哪里不舒服 看着王剑愣在那里好一回儿 赵浪关心的问道 王剑也不是迂腐之人 这些少年以后肯定是赵浪的嫡系班底 一同交了也没有什么问题 只是看着人群中的少女们 他微微皱眉道 这女孩们也跟着你一起学兵法武艺 这话一出 少女们都微微的低下了头 还有几个已经起身 准备离开了 赵浪却似乎不觉得有任何问题 笑着说道 老师 这有何不可呢 我看他们也不比我少个眼睛嘴巴 妇女能顶半边天 这是一位伟人说的 少女们能不能学成是一回事 她给不给机会又是另外一回事 这时 一个少年举起了手 是大狗 这是赵浪定的规矩 想发言 先举手 赵浪示意她说话 二狗顿时笑嘻嘻地说道 家主 我觉得先生说得对 女生们学这些东西 到时候也不能派上用场 真要哪天有了争斗 他们估计看到血就晕了 说完 他还挑衅地看了看一个女生 此时 其他男生也发出一阵哄笑声 看着这些无知的小少男 赵浪只能说 可惜大秦没有生理课 从古到今 有晕血症的只有男人 没有女人 这些小少男还满脑子 想着玩泥巴的时候 女生们早就已经开始直面 血淋淋的人生了 你先给我做回去 等你什么时候有了女人 就知道自己多无知了 赵浪都懒地和他解释 然后对王俭说道 老师 我觉得不如您先上七天的课 然后让男女双方来一次对抗 便知道结果了 看着赵浪自己调其内部斗争 王俭此时也来了兴趣 笑道 也罢 老夫也想看看 我便教一些简单的实用技巧 七日之后 我们看看成效 这话一出 顿时少男少女们都起了相互比较的心思 王俭此时也开口说道 冰者 鬼道也即使有着几千年见识的赵浪 也不得不承认 这个王爷爷还是很有实力的 把复杂的兵家理论 讲得简单易懂 此时 秦始皇已经带着人回到了皇宫 作为中书令 赵高回宫之后 便开始执行秦始皇之前给他的命令 秦始皇要向北巡游天下 这里要做的准备很多 而且一个都不能出错 不然的话 那就是天大的问题 赵高一直忙到深夜 才有时间稍稍休息一下 可还没有休息多久 他就再次急冲冲的带着侍从出门 然后一路来到一座单独的宫殿内 才进去 就看到一个身穿宽袍的中年人在高声喊道 我要见陛下 我要见陛下 陛下啊 徐福舍身忘死 已经为您找到了仙导的位置啊 只要您给我一艘巨箭 我带三百同男 三百同女 徐福定能为您求得长生不死仙丹啊 陛下 陛下 您千万别听信小人谗言 赵高听到喊声 顿时皱起眉头呵斥道 徐福 还敢口出狂言 听到回应 徐福身体猛然一阵 脸上露出一个狂喜 说道 赵公 赵公 是不是陛下要见我 赵公此时冷冷道 徐福 你欺瞒陛下 陛下有令 断你手筋脚筋 话音刚落 他身后的侍从就已经拿着武器上前 抓住徐福 极为干脆利落地断了徐福手脚筋脉 赵公看着在地上痛苦丝毫的徐福 冷冷地说道 看好他 别让他死了 陛下还有用 说完 便转身离开 穿越成秦始皇长子 第二十九章这么拼命干什么 时间如白鞠过戏 转瞬即逝 七天后 庄子里 平常训练的场地大门紧闭 周围还有仆人看着大门 此时 场地的两边分别被一对少男 和一对少女占据着 双方都手持木棍 木棍的一头 沾满了黑兮兮的泥巴灰 每个人的身上都是统一干净的不一 确保击中后会留下印记 浪儿 你这心思的确巧妙 居然能想到这种法子 场地的高处 王检站在那里 饶有趣味的看着下方的场景 浪儿 你说谁能赢 一旁的照浪没有立刻回答 而向旁边的一个十八九岁 带着点小胡须的青年问道 王黎 你觉得呢 青年正是王检的孙子 王黎 性子直爽 就是性子有些大咧咧的 很对照浪的胃口 前几天来到庄子上 两人已经熟悉了 王黎看着场中的情况 直爽地说道 我觉得去死他们会赢 打仗 女人还是比不上男人 男生们这边 领头的是去死 照浪顿时笑道 那既然这样的话 我就选女孩这边 女生这边 领头的是一个教宿的女孩 王黎这时却大咧咧的说道 只不过 这么单猜者没意思 不如加点赌注 照浪应成的点点头 你想赌什么 王黎眼馋的说道 如果你输了 你就把这几天 他们训练的完整方法教给我 这几天跟着少年们一起训练 他早就眼馋了 也看出来照浪还没有用到高难度的训练方法 照浪没稍微微一挑 说道是 没想到你还挺试货 但如果你输了呢 王黎顿时黑黑笑着 我怎么可能输 如果我输了 你想怎么样都行 照浪这时直接说道 成交 一旁的王俭看了下自己正傻乐的孙子 再看看气定神贤的照浪 不由地微微叹了口气 他这个孙子 天赋还是有的 几天内 就能看出照浪这套训练方法的独特之处 就看得出来 只是和照浪一比起来 就总觉得差了点什么 此时 随着照浪示意 两者之间的比试正式开始 场上的双方几乎立刻就开始动了起来 男生们排成整齐的队列 然后将木棍集中在前方 形成一阵枪林 这群小子居然知道巨马阵 王黎带着几分惊喜说道 这下对面可难受了 他们可没有弓箭手 女生们这边也做出了应对 同样学着男生们排成队列 把木棍放到前方 但是很明显 男人们私下训练了很多次 这配合度不是临时有样学样的女生们能比的 哈哈哈哈 阿浪 这才开始 你就已经输了 王黎直接笑道 照浪也微微皱起眉头 的确 男生们这次的准备还是很充分的 女生们这把难了 双方开始慢慢接近 男生的小方阵 不急不虚 居然还真有几分气势 而女生的方阵 歪歪扭扭 前后左右都挤坐一团 前进的时候还不时传来 你踩到我脚了的喊声 可就在双方即将相差不远的时候 女生方阵里突然爆发出一阵大喊声 散 然后转瞬间 所有女生就一哄而散 这一幕 让男生们直接傻了眼 他们的方阵再厉害也要有目标啊 然后下一秒 女生们跑到了方阵的两侧 一部分女生直接将手里的木棒投了出去 男生们似乎想到过这种情况 立刻将手中的木棒挥动起来 隔挡了不少投掷过来的木棒 但还有一些木棒不可避免地击中了他们 引起了小方阵的混乱 毕竟他们不是真正的士兵 去死和大狗两个少年都在竭力维持着方阵 一旦等他们稳定下来 少了一部分木棒的女生们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 而就在这时 之前的喊声再次响起 冲 话音刚落 就看到已经投掷了自己木棒的女生 直接赤手空拳地向方阵冲了过去 其他还有武器的女生则跟在他们身后 但男生方阵即使是侧面也是有木棒的 照浪这时候直接站了起来 喊道 住手 但已经迟了 女生们这时候已经撞了上去 喷喷喷 场上响起令人牙酸的沉闷响声 女生们也发出一阵阵痛呼声 但没有一个人后退 冲到对面面前后 他们死死地抓住对方的武器 让他们无法动弹 身后的女生们则是趁机进攻 被女生欺负过的男生 都知道十几岁的时候 女生的力气反而比男生大 所以几乎只一个照面 最外围的男生们就已经满是硬子 不知道是不是被吓到了 男生方阵的反应有些迟缓 而女生们的进攻几乎没有停下过 当第一个男生放下木棒的时候 失败也就注定了 战斗开始的慢 结束的却极快 照浪飞奔过去阻止这些人的时候 大部分的男生都失魂落拓的站在原地 而女生们虽然有不少人倒在地上 脸上却都是笑容 他们赢了 但是照浪就笑不出来了 你们疯了吗 旺财 旺财 去请郎中 小九 小七 王俭和王李也赶紧来帮忙 他们两人都对这种外伤极有经验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来帮忙 照浪对男生们吼道 庄子里顿时鸡飞狗跳 还好 只有两个脱臼 其他人都是淤青 把人安顿好了以后 王俭说道 这都是什么事啊 照浪有些自责 王俭淡淡地说道 怎么 后悔了 照浪默默地点了下头 十几个少女躺在床上 说不心疼是假的 王俭继续说道 你当时提出笔试的时候 就应该想到 如今是已至此 你要做的 便是从中西取教训 再则 我倒觉得这次的笔试不错 这些学生 我都收了 行了 你先进去看看他们 我去安慰安慰下那群小子 照浪点点头 走了进去 女生看到他 都齐声说道 家主 照浪默默默地点点头 走到躺在床上的宿身边 刚刚就是他和另一个女生冲得最猛 两个人手臂拖旧了 照浪看着各个都带伤的女生们说道 给你们木棍 就是怕你受伤 你们这么拼命干什么 被照浪训斥了 女生们顿时低下了头 速这时咬咬牙回道 这个机会是家主争取来的 我们不想让家主失望 穿越成情史皇长子 第三十章不要打脸 照浪听到这话 也只能默默地叹了一口气 他知道 这是少女们最朴实的想法 这没法则怪 只能说道 以后不许这样了啊 自己的身体最重要 是 家主 少女们低声答道 至于这些人真的听进去了没有 照浪就不知道了 你们今天表现得很好 想要什么奖励 照浪脸上露出一个笑容问道 这场比赛中就是少女们赢了 见照浪露出笑容 房间里原本有些小心翼翼的气氛 顿时消散不见 少女们也都露出笑脸 有几个少女更是一副跃跃欲式的样子 但最终 她们还是看向了躺在床上的少女素 素这时候却说道 家主 到庄子上已经是我们最大的幸运了 我们没什么想要的 照浪眉头一挑 笑着说道 真的没有什么想要的 盯着其他少女们期待的目光 素还是极为坚定地说道 没有 家主 照浪也不勉强 点点头说道 那好 你们先好好休息 照浪正准备离开 突然想到了什么 好奇地问道 这破解之法 是你们临时想出来的 素老老实实地回道 不是我们早就知道了 这个对策我们想了好久才想出来的 照浪有些惊讶地说道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要知道 这群臭小子的保密工作做得不错 就连他都不知道 素这时脸微微一红 他们男生里面有人告诉我们的 照浪顿时一愣 感情这群人还玩起了叠中叠啊 行吧 我不问具体是谁了 你们先好好休息 说完 转身就走了出去 他还要去男生们那边看看 等照浪走了之后 少女们围在一起 有人小声问道 素姐姐 家主要给我们奖励 我们为什么不要啊 素看了一圈周围的少女 然后带着几分眼力说道 家主给我们的还不够多吗 顿时 所有人都微微地低了下头 此时 照浪已经来到了男生的这里 王俭不在 只有望黎在这里 看来老师把锅甩给望黎了 估计也是想锻炼锻炼自己的孙子 男生看上去精神还不错 看来望黎已经安慰过了 家主 看到照浪 男生们齐声喊道 这次表现得还不错 继续努力 到男生这里 照浪就一句话 说完就打算溜 安慰男人这种事 他是真的不擅长 家主 我们错了 去死这时候站出来说道 嗯 照浪笑道 你们错了 那你说说 你们错在哪儿了 去死带着几分羞愧说道 我们不该下这么重的手 更不该一时上头 和他们产生争端 我们是男人 就应该大度一点 听完之后 照浪反而皱起了眉头 原本只望着自己的老师开男生 现在看来 开导的方向好像搞错了啊 你们真的这么认为 去死诚恳地回到 其他男生们也跟着点头 照浪也不走了 直接找了把椅子坐下 然后带着几分严厉说道 你们的确是错了 错就错在 进攻的时候 犹豫不决 错在被突然袭击之后 产生混乱 却没有及时恢复 错在正面肉搏的时候 却心慈手软 错在训练的时候 保密不言 这些 才是你们这次战斗中犯的错误 照浪的话 直接让房间里所有的男生目瞪口呆 去死 有些不敢置信地看着照浪 再看看刚刚才安慰他们的王黎 之前的话就是王黎告诉他们的 却发现这时候王黎也一脸震惊地看着照浪 好像不认识这个人一样 可可是他们不是女人吗 去死彻底蒙了 照浪冷冷地说道 女人又怎么样 上了战场 手里拿着武器 就是你们的敌人 如果有一天 敌方有女人 你们是不是就要投降 去死脑子里已经转不过弯了 傻愣愣地站在原地 照浪接着说道 不过这里最先犯下错误的是我 不该让你们争斗 所以你们也不要太自责 不过输了就是输了 接下来的几天 去死 你和大狗几个人训练量加倍 一群男生 居然连女人都打不过 丢不丢人 被骂了一顿 还有人被惩罚了 但男生们的气势反而恢复了 都大声回道 是家主 照浪点点头 这才走出去 王李也赶紧跟了上去 等照浪走了之后 去死瞇着眼睛 一一从男生们的脸上看过去 当他看到大狗身上的时候 却发现大狗的神色间有几分躲闪 大狗这时候却先开口道 去死 你看我们干什么 去死 微微瞇着眼睛 刚刚家主说了 我们有一个是错在保密不言 大狗瞪着眼睛说道 去死 你什么意思 去死沉思了一下 继续说道 我好几次看到你跟着素 你是不是大狗的脸刷的一下通红 看到这一幕 去死直接撸起了袖子 然后说道 其他人不准动手 大狗凭借着最后的倔强说道 不要打脸 房间里很快出现了一阵惨叫声 照浪这时候已经到了房间外 王黎跟在他身后 脸上满是好奇 像是第一次认识照浪一样 说道 嘿 没想到你的心这么狠啊 照浪自然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回道 那怎么办 以后真遇到这种情况 他们要是心软 岂不是害了他们 王黎大咧咧说道 你倒是想得长远 现在大秦文如泰山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就算是匈奴人 他们也没有女兵啊 照浪也不好和对方多说 转而问道 对了 我们之前的赌约还算吧 王黎点头 他是个愿赌服输的 当然算 你要什么 照浪说道 我到现在为止 还没进过城 过两天 等女生们恢复的好了一些 我们一起去城里逛逛街吧 这也是给女生们的奖励 毕竟 哪个女孩子不喜欢逛街呢 穿越城秦始皇长子 第31章造反就被发现了 可我还没有开始啊 就是带你进城 王黎有些不以为然的说道 就这么简单 照浪笑道 我是从小就在庄子里 还没有出去过 当然会好奇城里的样子 还有 这次我们出去的花费 都有你来出 听到这话 王黎明显有些肉痛 毕竟女生们可有几十个人 但他却嘴硬的说道 这有什么要紧的 这点小钱 我还不放在眼里 照浪也不戳破 说道 那就这么定了 两人当即约定好 等女生们能活动了 就去城里 接下来几天 还是和往常一样 就是孔甲教课的时候 看着少年们鼻青脸肿的样子 好奇的问了一下 知道是训练导致的后 也就没有多问了 倒是照些很好奇发生了什么 只是照浪根本不理他 很快 几天后 当照浪看到 素已经可以行动自如了的时候 就决定第二天 带着女生们去逛街了 家主 那我们呢 照浪宣布了消息之后 大狗就屁颠颠跑过来问道 照浪这时候正躺在 才做好不久的躺椅上 小七和小九在身后给他按摩 这是每天训练之后 照浪舒缓肌肉酸痛的方式 你们 你们都输了 居然还想去逛街 大狗舔个脸说道 家主 你们这么多人去 还都是女生 多不方便 总要一个跑前跑后的吗 照浪看着大狗 直到把对方看得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突然露出一个笑容 他知道是谁泄的密了 不过照浪也没有惊讶 这么少男少女在一起 暗生情愫也是正常的 行吧 你和去死说一声 带五个男生明天和我一起出发 照浪淡淡地说道 去死也去啊 大狗的兴致明显低了下来 嗯 就这么定了 你去告诉他 见照浪已经做了决定 大狗也只能认了 大狗走了以后 小七和小九明显兴奋了起来 他们两人从小在乡野长大 到了庄子上之后 就是一直跟着照浪 也没有去过城里 明天你们想买什么 就买什么 不用客气 谢谢公子 两个人齐声说道 照浪也满意地点点头 虽然他也不缺钱 但花自己打赌赢来的钱 感觉总是要爽一点 第二天一早 一支稍长的牛车队就出发了 牛车上的东西很多 因为距离比较远 要在城内过夜的 所以除了五个男生 黑夫他们这次也全员出动了 看着渐渐远去的牛车队 福伯眼里满是担忧 别出什么乱子才是 很快福伯就轻轻打了一下自己的嘴巴 呸呸呸坏得不灵好的灵 地方的官员都已经打过招呼了 行程也上报给了家主 公子去的又是地都能有什么问题 直到看不到牛车的了 福伯才回到了庄子内 而此时牛车队里却是一片欢笑 这次集体出游 对少女们来说都很新鲜 大家都格外兴奋 对赵浪来说 这让他回忆起了上辈子学生的秋游 所以心情也很不错 但是和他同一辆牛车的王黎 脸色就不那么好看了 怎么了 昨天没睡好 赵浪故意问道 王黎抽了下嘴角 说道 阿浪啊 怎么这么多人 不是说就带女生们吗 他原本都已经打算好了大出血了 可看着赵浪这阵仗 这是要人命啊 赵浪这时候震惊地说道 我带女生们出门 这么远的距离 总不好走路吧 牛车是必须的 人这么多 是不是还要仆人 人一多了就打眼 肯定也要黑敷书他们当保镖吧 赵浪一条条束过来 王黎都觉得很有道理 最终只能任命一样地闭上眼睛 赵浪这时候笑道 不管你担心什么 我们不是说好了 只有女生们买东西的钱是你付吗 王黎顿时眼睛一亮 露出一个笑容 假意咳嗽一声 说道 我又不是担心这些 我就是想着咱们这么多人进城 还是要注意安全 毕竟都城不比其他地方 规矩繁多 不过你放心 我从小在那里长大 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王黎倒不是在开玩笑 情法严厉 有些地方乱丢垃圾都会被抓去坐牢 牛车慢慢前行 照浪看着道路两旁的景色 对大秦又多了一些认识 风景很美 但人很穷 车队里的人都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现在大家都是一样的 但照浪却觉得有些难受 这种情况 在上辈子是绝对的贫困线以下 华夏人值得更好的生活 随着逐渐接近都城 情况慢慢的好起来 照浪这处景深情的心思 才慢慢的淡去 下午时分 他们的车队终于到了都城咸阳 看着高耸的城墙 和城墙上的刀枪痕迹 照浪第一次感受到了 大秦的气息 这是一个伟大的王朝 可惜短命了点 照浪自语道 很快入城的检查做完 照浪带着人进了城 看着繁华的街道 整个队伍都微微的兴奋起来 传下去 今天先到客栈入住 谁都不准擅自行动 照浪对一旁的旺财说道 正当照浪还想嘱咐几句的时候 突然一只身穿玄黑色衣服的军队 如同潮水一样从各个地方涌出来 开始清理街道 照浪当时脑子就懵了一下 造反就被发现了 可我还没有开始啊 王黎这时候脸色大变 赶紧带着队伍 退到一边 好在城门口有一大块空地 足够他们这么多 这是什么情况 照浪很快就发现了这些军事不是冲他来的 这是史皇帝的卫队 史皇帝出巡了 王黎此时激动的脸都是红的 照浪暗骂了一声 他们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等了许久之后 一队极为庞大的队伍慢慢出现在人们面前 队伍中的一个华丽马车内 一身帝皇冠冕的秦史皇正坐在里面 赵高在一旁侍奉 庄子上报过来 浪儿是惊天道都成把 秦史皇淡淡地问道 是的 陛下 赵高回道 公子浪此时应该就在人群之中 秦史皇此时笑道 让他看看我大秦军威 看他还有没有造反的雄心 穿越成秦史皇长子 第32章彼可取而代之 一列列披甲之锐 气宇宣昂的军士从城门走过 整支队伍都散发出天下之大 舍我其谁的霸气 搭配上那悬黑肃木的军服 显得雄壮之极 接到两旁的人无不惊叹 家主 秦军好威风啊 这时候一旁的大狗忍不住说道 去死没有说话 但脸上的表情是一个意思 照浪也不经点点头 秦军的确威武 但是想想 如果以后真要造反 这岂不是给自己人留下心理阴影了 于是低声说道 秦军的确威风 但这还不够 到时候回了庄子 我再和你们说说 这世上有另一支军队 比秦军还要威武 照浪道也没有吹牛 他的确是见过这样的军队 不过是在两千年以后了 真的吗 大狗和去死两人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很快 一辆极为华丽的马车出现在众人视野里 这是陛下的车架 是陛下 陛下万年 周围不断地响起百姓们的呼喊声 在大秦 跪拜磕头之里并不流行 这一辆马车过去后不久 又一辆装饰完全相同的马车过去 然后再一辆马车走过 众人还是一样欢呼 史皇帝出行每次都是三辆相同的座驾马车 似乎看到了照浪的疑惑 往里主动解释道 照浪稍微一想便明白了 这倒不是铺张浪费 而是为了防备刺客 毕竟请史皇这一生 可没少被刺杀 一直等了近半个时辰 整个卫队才离开 街道也重新开放 走吧 先去客栈 照浪说道 被这么一耽搁 今天算是完全没法逛街了 毕竟大秦现在可没有夜市一说 正当大家准备离开的时候 耳目灵敏的照浪突然听到 身后传来一阵声音 比可取而代之 照浪隐隐觉得这话有些耳熟 转过头 就看到身后的一辆缓缓前行的马车上 一个十八九岁的壮硕青年 正看着秦史皇车队离开身影 似乎察觉到照浪的目光 壮硕青年也看向照浪 两人四目相对 都感觉到了些不寻常的东西 两车交错而过 隔得近了 照浪还看到对方居然眼有双瞳 此时 壮硕的青年想要说点什么 却被马车中的人叫了回去 你熟人 一旁的王黎好奇地问道 照浪摇摇头 说道 不认识 王黎顿时说道 不认识你俩相互看那么久 我还以为哀 王黎突然看了看牛车里 还是玩臂之声的小七和小九 带着几分戒备问道 阿浪 你不会不喜欢女人吧 照浪看向王黎 淡淡地说道 滚 然后抬头看向已经离开了的马车 心里默默地想到 难道真的是那个人 就在慢慢地远去的马车内 一个中年人正对壮硕青年说道 羽儿啊 这里是咸阳 你刚刚说的话 以后可万万不能再如此张扬了啊 被人听到 我们可就完了 这次大哥让我带着你来 是为了咱们自己买紧要的货物 要低调啊 壮硕青年听到劝告 却有些不懈地说道 小叔父 你怕什么 总有一天 我要把这里一把火给烧个干净 为我楚国报仇 中年人赶紧捂住了壮硕青年的嘴 说道 小声点 小声点 你大叔父就是胆子大 可现在呢 杀了人 躲在屋中 不然怎么会让我带你出来 然后对车夫催促道 快快快 赶紧去客栈 明天去市场之前 都不准出来 壮硕青年不满地哼了一声 却也不再多说 只是心里还想着刚刚遇到的年轻人 此时 赵浪已经跟着旺财到了城内最好的客栈 反正他也不差钱 而且带着女生们 自然是住好一些 当然 和上辈子是无法比较的 大秦出门的手续其实还挺繁杂 好在这些事情旺财都会去打理 不用赵浪操心 女生们这时候也不觉得无聊 第一次到客栈反而都很兴奋好奇 素 你看街道上好多人啊 还有 这个地方还有两三层 赵浪看在眼里 脸上也露出一个笑容 就在这时候 他旁边突然想起一阵声音 这位公子在下有礼了 赵浪转头就看到一个面容轻瘦 挂着两片八字壶的中年人 有事 赵浪不解地问道 他确定自己不认识对方 八字壶脸上堆起一个笑容 说道 在下市是坊间的商人 看到公子攜带如此多的货物 所以想和公子交易一二 赵浪顿时恍然 原来是把他当成来卖货的了 干脆的摇摇头 说道 抱歉 我不是货主 也没有带什么货物 八字壶看着客栈里的少女们 笑着说道 公子说笑了 您有如此多的好货 怎么说没货呢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对自己货物这么好的 肯定都是高等的货物 您请放心 我绝对有实力拿下 赵浪看到这一幕 顿时心里就明白了 这人原来是人贩子 在大秦 是有奴隶的 整个脸瞬间冷下来 说道 这些都是我的人 不是货物 也不会卖 滚 八字壶被赵浪的突然变脸下了一跳 但也没有过多纠缠 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说了声打搅了 然后就溜了 怎么了 听到动静 王黎过来问道 赵浪随意的说道 没什么 一个人贩子以为我是货主 人牙子 王黎却瞬间皱起了眉头 这些损应得的家伙都很难缠 不要和他们起什么冲突 王黎自然是不怕这些人 家里两位侯爵 一根手指就能压死对方 但是王俭早已经交代过了 在赵浪面前 绝对不能曝露身份 却不告诉他原因 而这些人总喜欢从暗处来 很烦人 赵浪也生出警惕心 上辈子科技那么发达 但是拐卖还是时有发生 现在他带着这么多少女 还是小心点好 把一旁的少女素叫过来 吩咐到天黑之后 绝对不可以出去 明天去世房 却不准单独行动 素乖乖地把话传下去 天色很快暗下来 一座灯火辉煌的府邸内 八字湖急冲冲地闯进一间书房 说道 家主 大买卖啊 穿越成秦始皇长子 第三十三章 这位公子 在下项羽 大惊小怪的做什么 书房内 一个衣着华贵的中年人 放下竹简 皱眉对八字湖说道 八字湖被训斥了 也不以为意 说道 家主 我今天在城门 发现了一个车队 里面有四五十个少女 都是二八的年纪 听到这话 中年人的眼睛 微微一亮 四五十个少女 是哪家的人 居然这么大的手笔 八字湖这时候 露出一个笑容 说道 家主 妙就妙在此处 不是我们的熟人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 是城外面来 试房买东西的 而且主事人 还只是一个 毛都没长期的小子 中年人这次 直接站了起来 城外来的 在房间里 来回走了两步 中年人沉思了一下 说道 此事不可着急 他们明日去试房 定不会离开城内 所以还有时间 你先去派人 跟着他们 探查一番 我再做决断 八字湖顿 时领命退下 等八字湖离开了之后 中年人朝外面喊道 来人 顿时一个侍从 从暗处走了进来 去查查看 是不是 咸阳城周边的 哪家豪强公子 明日之内 必须报上来 是 君上 侍从行礼后退下 中年人 从新贵坐下 却带着几分自嘲 说道 君上 我一个 连门都不敢出的人 还配什么 当什么君上 如今更是做的这些 阴丝银声 连见人都不如 住嘴 就在此时 一道呵斥声 从门口传来 中年人抬头看去 只见一个满头 白发的老人 正怒目看着他 伯父 我中年人急忙上前 想要搀扶对方 却被白发老人 一把甩开 白发老人 拿出一根藤条 怒目道 把衣服脱了 跪下 中年人也不再辩解 跪下 然后将上衣脱掉 露出有着一道道 细小疤痕的后背 白发老人 直接挥手 啪 藤条落在背上 惊起一道血痕 白发老人问道 说 你是谁 中年人被打得 青筋暴起 忍着疼痛说道 无乃其王之子 天气 啪 又是一声 说 你要如何 是要灭暴情 诸暴君 为父报仇 在所不惜 啪 你父其王被暴君 活活饿死之仇 敢不敢忘 不敢忘 房间内 一问一答 房间外 暗处一个个侍从 都极为警惕的 看着周围 一夜无话 照浪今天起得很早 人在外面 总是睡得不那么踏实 小九和小七也早早的起来了 正在给他梳洗 门外也传来少女们 叽叽叉叉的欢笑声 大家都很期待今天的行程 很快 照浪整理好了 走出门外 一看外面的情景 照浪就露出了一个苦笑 他到底还是大意了 没想到一次出门带着近五十个少女 会引来多少人的注意 今天出门 你们都放机灵点 还有 不准单独行动 不准离大队伍太远 照浪再次嘱咐道 虽然有黑夫书他们一路跟着 但是女生们人实在太多了 不可能一一盯着 家主您放心 我们会跟紧您的 素看出了照浪的关心 于是回道 照浪也不想让少女们太过紧张 露出一个笑容说道 行 那咱们出发吧 于是让王力带路 一行人朝侍房走去 而就在客栈楼上 临街的一个窗口 昨日和照浪对视的壮硕青年 正看着整齐的队伍 说道 小叔父 这人居然有这么多仆人 必定是当地豪强 我们要不要结交一番 他没说自己昨天和照浪遇到的事情 中年人看了下照浪的队伍 然后摇头说道 我们对咸阳并不熟悉 还是算了吧 再说了 这些人可能自身难保了 你看看这队伍的周围 壮硕青年站在楼上 往这支队伍的两边一看 便微微皱起了眉头 人群中有好几人暗中跟着这支队伍 中年人顿时再次说道 所以说 雨儿啊 你现在总算是知道 为什么我和你说 为人一定要低调了吧 你呢 这次就老老实实的 我们把货物买回去 我像伯可再也不来咸阳了 壮硕青年却只当没听到他的话 问道 小叔父 这里是咸阳 这些人也敢动手吗 像伯不以为然的说道 在城内他们自然不敢动手 城外可就说不定了 行了 你那么关心别人做什么 赶紧收拾一下 我们去释放 壮硕青年莫然 他总感觉对方好像认识他一样 他觉得还是要找个机会问清楚的好 不然的话 如果他的身份在这里泄露了 必定活不到出城 此时 赵浪已经带着人一路到了市房间 到了地方之后 他还是略为有些失望的 因为这里和他想象的商场 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但少女们都很开心 这就足够了 小七 你们别在我这边了 也去逛逛吧 赵浪笑道 两人也不推辞 憋了这么久了 和其他少女们一到 四五个人一组 去逛街了 黑夫书带着去死 每人跟一组 确保安全 反正大家也不会离得太远 阿浪 你怎么不去逛 王黎好奇地问道 你不是没进过城吗 如今进了咸阳 看了兜城的繁华 怎么反而不逛了 赵浪有些无奈地笑了一下 咸阳作为大秦兜城 自然是雄伟壮丽 但和赵浪上辈子的所见所闻相比 就实在是相差过大了 所以 他现在反而没了逛的兴致 于是回到 没什么 我昨夜没有休息好 所以没什么精神 你去看看吧 不必管我 王黎也没有勉强 他现在进城 刚好也可以去处理点事情 于是说道 那好 我一个时辰后回来 等王黎走后 赵浪便找了各视野宽阔一些的地方 方便看着在街道上三五成群的少女们 以防万一 才站定不久 他身后就传来一道声音 这位公子 在下项羽 你我可相识 赵浪回头 就看到昨天在城门遇到的那个壮硕青年 还没有想好怎么回到 赵浪的眼前就出现两个选择 一 回答认识 奖励霸王枪法 二 回答不认识 奖励剑法精通 穿越成秦始皇长子 第三十四张 踏错一步 便是万劫不复霸王枪术和剑术精通 在赵浪现在看来 这两个选择其实都一般 他已经有了格斗精通 寻常四五个普通人还真不放在眼里 当然最主要的是 他压根就没有想过自己以后要和人去亲自动手 不然他费这么大的劲 培养去死他们干什么 但一定要选一个的话 赵浪很干脆的选了第一个 不为别的 就是名字好听 霸王枪术 听着就大气 于是看着面前身材高大的项羽 赵浪稍稍往后退了一步 免得自己要抬头才能和对方对视 然后带着两分笑意说道 当然认识 就这一句话 赵浪就看到项羽眼中露出一抹金茶 赵浪这时候再次说道 我们昨天不是才在城门处见过面吗 听到这话 项羽才放松下来 说道 昨日我看公子盯着我 还以为公子之前就认识在下 赵浪摇摇头 说道 向公子说笑了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自己的庄子 道都成来 怎么会认识你 只是莫名的觉得向公子有些熟悉 而且公子尼目中有双瞳 甚是奇异 所以才冒犯了 实在抱歉 见赵浪说得诚恳 项羽这时候也放下了戒心 爽朗的笑道 其实在下也觉得公子莫名熟悉 所以才上前打脚 不知道如何称呼公子 赵浪 原来是赵公子 两人顿时当街攀谈起来 赵浪看着面前的壮硕青年 心其实极为感慨 他已经非常确定 面前的项羽 就是西楚霸王项羽 没想到他现在居然还是个十八九岁的青年 也是 项羽乌江自吻的时候也不过三十来岁 此时 赵浪很难把面前这个爽朗的阳光青年 和四面楚歌乌江自吻的悲剧英雄联系起来 赵公子 你为何盯着我看 项羽这时出声问道 刚刚赵浪和他聊着聊着就走了声 然后盯着他的脸发呆 哦 没事 被阳光晃了眼睛 赵浪打了个哈哈 然后转移话提到 向公子道都成是做什么的 项羽刚想回答 一道略胖的人影就冲了过来 说道 羽儿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快快快 我们要交易的政主都来了 赶紧跟我走 小叔父 这位示哀也不等项羽把话说完 对方就直接拉着他离开了 一直到一处僻静的地方 项羽才松手 项羽这时候就起眉头说道 小叔父 你拉我做什么 不告而别 实在是太过失礼了 项羽面色严肃的说道 失礼 羽儿 你知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怎么还直接和别人说话了 我们接触的人越多 就越容易的曝露 我就不该答应大哥 把你带出来 来的还是咸阳 项羽摇摇头说道 小叔父 小叔父 男子和大丈夫 怎么能自困于一脚之底 我要学的是万人敌 当然要周游四方 项羽不耐地说道 事实是 羽儿你和大哥一样 都是成大事的 反正下次我不带你出来了 赶紧走 和我们交易的政主都等着了 他们东西藏的隐蔽 今天不用回客栈了 说完 便带着项羽离开 此时赵浪看着项羽被人拉着离开 也没有追赶 虽然知道对方日后成就非凡 他也没有想要倒贴的意思 更不会想着帮对方逆天改命 他现在能移仗的东西 一个是系统 另一个就是对历史的大致了解 现在他还没有做好准备 如果改变历史 鬼知道会发生什么 所以走也就走了 等他们一走 赵浪自己也动了起来 刚刚已经得到了系统的奖励 他想要找一把枪 可惜 看了半天也没有发现贩卖武器的店铺 也是 秦始皇收缴天下武器 铸成12个兵人 又怎么会允许公开售卖 很快 时间匆匆而过 大家都一一满载而归 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 一行人便回到客栈 公子 今日有些不对 才回客栈 黑夫便将赵浪拉到一旁 说道 我们被人叮烧了 赵浪微微皱眉 想了一下 只有昨天的那个八字胡人贩子 和他有些冲突 也不知道背后是什么人 居然敢这么明目张胆 明日一早 我们就出发 在天黑之前赶到庄子就是了 赵浪吩咐道 是 公子 黑夫也点点头 不管对方要做什么 光天化日之下 总不敢明抢 到了庄子也就也安全了 夜幕低垂 一座灯火辉煌的府邸内 八字胡再次来到了田契的书房 将白天的丁烧结果告诉对方 家主 那些人都是买的些日常的小玩意 然后就是吃喝 没有才买什么大件 似乎就是来看看都成繁华的 田契因着脸点点头 昨天身上的伤口 还有些疼痛 回到 知道了 我给你二十个好手 你再带些人手 把事情做得干净点 那些少女 一个都不能少 他也得到了回报 这人不是周围那几个有数的豪门子弟 更没有什么特殊的背景 就是一头肥而不自知的小羊羔 居然敢带着这么多少女招摇过世 却只带了四五名护卫 八字胡顿时大喜 说道 是 家主 然后领命而去 为了大业积蓄力量 不管手段多卑劣 即使有辱自身 都是值得的 天气自语道 同时 皇宫内 青史皇也刚听完赵高的回报 哦 你是说浪儿被一伙人贩子盯上了 赵高露出几分气氛说道 正是 这些人好大的狗胆 陛下 老奴这就去带人缴了他们 青史皇却摆手道 不必 如今浪儿的父亲赵正已经出远门了 庄子又离得太远 他自己是反贼 不敢报官 我倒想看看他要如何处理 听到这话 赵高直接傻了眼 可如果对方用墙 那肯定会有死伤啊 青史皇这次冷冷道 那又如何 正当年踏错一步 便是万劫不复的境地 你带十名黑兵卫跟着 无论庄子上的人死伤多少 只要浪儿没有性命之忧 就不准出手 明白吗 赵高心头一颤 回到 是 陛下 穿越成情史皇长子 第三十五章迪席 第二天一早 照浪便带着人出发了 少女们还是欢声笑语 在他们看来 就是一群人过了一个愉快的出游 这是他们这辈子以来都不曾有过的经历 一刚出城的时候 黑夫就面色严肃地过来说道 公子 有人跟着 照浪看了看身后不时传来笑声的牛车队 每间闪过一丝阴霾 他知道对方的目标了 去告诉所有人进入警戒状态 这是训练中的一部分 女生们也知道里面的意思 再告诉车夫 不要爱习牛的力气了 加快速度 小七 小九 你们和女生们到一起去 让我们的车到车队最后 照浪吩咐完 大家便都行动起来 很快 原本欢快的牛车队 瞬间安静下来 车队的速度也变快了 一股紧张的气氛顿时弥漫开来 照浪看在眼里 心里便越发不舒爽了 这些人 就不能好好的过正当日子吗 车队一路急行 但后面的人却一直不紧不慢的 跟着 他们骑的马 想要赶上牛车 轻而易举 照浪知道对方是在等待时机 等快到了中午时分 车队的速度显著的慢下来 牛已经疲惫了 照浪知道 对方如果要发起进攻 就在这段时间了 这时 和他同一车厢的王黎 直接拿出一把短剑 照浪带着几分歉意说道 抱歉 把你牵扯进来了 王黎笑道 都是一家人 不必见外 昨天听到这件事之后 就暗自联络了自己的父亲 王奔 想要支援 可谁知道 他父亲就让人给他带了一句话 不准透露身份 靠自己 他就知道 照浪的身份肯定有古怪了 把手里的短剑递给照浪 这把你拿着先用 照浪看着短剑 没有去接 说道 我不会用剑 你自己拿着吧 心里有点后悔 早知道选剑术精通了 这时候上哪儿找长枪去 王黎笑着说道 不用担心 我还有武器 说完 便从车厢的侧面 拿出一杆大约两米有余的长枪 照浪论了一下 这玩意儿什么时候放上来的 王黎也露出一个羞涩的笑容 说道是我身为一个舞者 随身带支长枪 应该很合理吧 实际上 这是他昨晚让人送过来 然后悄悄地藏在车上的 要不是怕没法解释 他都想拿几把情弩过来 照浪搭搭嘴 说道 合理 很合理 这长枪就给我用吧 嗯 王黎论了一下 然后说道 阿浪 不是我舍不得 只是这长枪 并不是那么容易掌控的 他说的是实话 长枪虽然一寸长 一寸强 但是如果没有经过长期的训练 一杆长枪在一般人手里 比木棒强不到哪里去 照浪坚持道 让我练练手 不行我们再换过来 王黎也只好说道 那行 车厢里不好施展 你就拿枪往车窗外试试手感 慢一点 别伤到自己了 然后把长枪递给照浪 照浪一接过来 就感觉到了一股熟悉感 整个身体似乎都和长枪融为一体 一招招霸道的枪数 顿时浮现在心中 看着照浪拿着枪不说话 似乎走神了 王黎笑道 是不是拿枪都不好 他话音未落 牛车外突然传来一阵马蹄声 照浪这时候好像行了过来一样 握枪的右手猛然一抖 嗡 一阵破空声响起 长枪便如蛟龙出海 斜斜地从车窗外刺了出去 啊 窗外传来一声惨叫 照浪这时候直接从车内站起 手中的长枪更是猛然往上一挑 脆弱的木质车厢瞬间四分五裂 停车 狄习 王黎先是一呆 然后也反应过来 就看到车队旁不知道什么时候摸过来了两个人 一个人直接被照浪一枪刺死 另一个震愣在原地 似乎想不通为什么才靠过来 这车窗里却突然伸出了一杆长枪 准确无误地刺死了自己的同伴 而下一个瞬间 猛然裂开的车厢 更是让他心惨 而就是这一论神的时间 第二道枪影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 喷 木棍砸碎西瓜的声音 连杀两人 照浪原以为自己会不习惯 但此时 他整个人都充斥着一股莫名的气场 把心中的那些不适统统都压制了下去 一旁的王黎虽然很想问 照浪小小年纪 怎么会如此霸道的枪数 但很明显不是时候 因为见到事情突变 后方的敌人已经冲了过来 路上原本就不多的行人 看到这一幕直接从两侧的原野逃走了 数十匹马奔跑起来 在道路上激起阵阵尘土 带来极强的威压 这些狗日的 哪来的这么多马 王黎狠狠地骂道 公子 黑夫他们几人也跑了过来 他们是照浪的仆人 任务自然是保护照浪 去死也带着男生到了旁边 几个人手里拿的是木棒 照浪没有多说 他明白 少女们反而暂时是安全的 因为他们是对方眼中的货物 站到牛车后面 如果不用牛车当掩体 对方只要一个冲锋 这十来个人就要全部生死 这就骑兵的威力 来不及多想 对方已经近在眼前 照浪站在紧慎的车板上 手中的长枪如同闪电般刺出 双方交错而过 砰 一阵阵兵器交错的金属声响起 对方再次有一人落马 看着心口的窟窿 铁定是活不成了 照浪的队伍中的两个男生 直接到飞出去几步 躺在地上不知生死 这是他们妄图用手中的木棍 混合别人交战的下场 二黑 大猫 去死看到飞出去的两人不禁大喊道 黑夫和另一个老兄弟听到喊声 脸上都露出一丝悲痛 但此时 对方的速度已经慢了下来 正式进攻的时候 照浪已经一马当先 从牛车上跳下 伸随枪上 朝着最边缘的一个敌人攻过去 王黎更是直接跳上一匹无主的马 和对方近距离搏斗起来 黑夫几人结成一个小小的军阵 也杀了进去 但对方毕竟人多 而且还有精通搏杀的好手 即使照浪短短的几个照面 就急杀了数人 但还是不可避免的陷入颓势 此时 没有人注意到 牛车队里面所有的少女们 没有哭 没有闹 一个个正满脸严肃的拆着牛车 穿越成秦始皇长子 第36章死 八字胡现在很愤怒 从那天看到了照浪的车队之后 他就起了心思 原本打算去接近照浪 来摸清楚对方的底细 毕竟干他们这一行 最重要的就是 搞清楚什么人能得罪 什么人不能得罪 下手之前的准备工作 是一定要做好的 谁知道对方根本不给机会 昨天跟踪了一天 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晚上的时候 家主也给出了肯定答复 这人就是个土财主家的败家儿子 带着自己的仆人出来风流的 虽然有几个护卫 但都是些老弱 他们完全占据了绝对优势 今天他直接明目张胆的跟着对方 就是要给对方压力 看到对方加快速度的时候 他也完全不急 等到对方的牛车疲惫了 他才派了两个人上去 准备威胁对方低价交易 能不动手 当然是不动手的好 大情侣法严苛 这一动手 恐怕又要折服起来好几个月 可谁知道 他的人才到最后一辆牛车旁 就被突然伸出来的长枪刺死 既然已经见血 那就没有了谈判的余地 可接下来的事情 更是让他傻了眼 那个看上去高高瘦瘦的公子哥 居然会一手极为霸道的枪法 出手必杀 这一会儿时间 已经连续杀了好几人 其中还有家主派过来的 这些人可都是家主从小培养的精英 这次就算他能把这些少女都带回去 恐怕也会受到责罚 他怎么能不愤怒 想到这里 八字胡脸孔猙獰的喊道 不要留手 全部格杀 不把对方的尸体带回去 家主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 顿时场上的争斗越发激烈起来 而就在此时 八字胡感觉到 他身后传来了一些动静 回过头一看 顿时整个人都愣住了 此时 牛车上的少女不知道 什么时候都已经下来了 而且人人手里都拿着长短不一的木棒 但随后八字胡就露出一个凝笑 这群女人 还真以为自己不敢对她们下手吗 居然还敢反抗 给她们点教训 别打脸 别打死 八字胡对留在身边的三四个随从恶狠狠地说道 顿时随从们直接催动身下的马匹朝少女们冲过去 即使只有三四个人 当马匹跑动起来的时候也颇有威势 虽然少女们有近数十人 手里还有从牛车上拆下来的木棍 但在她们看来却完全不值一提 双方的距离本来就不远 很快她们就接近了少女们行程的方针 也看到了少女们脸上的恐惧和害怕 但她们没有看到的是恐惧下面的坚持 双方接近随从们直接扬起了手中的马鞭 这些少女都是货物不好用刀 只是她们的马鞭还没有打下 就听到了一声力喝声 据 下一个瞬间前三排的少女们都将自己手中的木棒推了出去 猝不及防 躲闪不及的随从们直接扔扬马翻 一旁的八字弧看到这一幕直接狂怒 指着几个战斗边缘的人说道 你们几个跟我来用刀 顿时几个人便脱离了战斗 此时照浪手握长枪阁挡住一记左边的劈砍 刚想反击但右边又有人来袭 这群人会合集之术 绝对不是普通的打收 王黎和黑夫她们也是一样陷入了围攻之中 而少女那边也传来阵阵哭喊声 对方动兵器了 少女们即使受过训练也不可能是对手 如果一直这么下去她们会被慢慢耗死 再次挡住一记进攻 照浪这次没有去管另一边而是朝对方拥声而上 呲 她背后传来一道火辣辣的感觉 但同时她也将枪头送进了敌人的心口 以伤换命 此时就在战场不远处的小树林 赵高正带着十来个黑衣人在里面 统领 公子浪都受伤了 你也该出手了吧 赵高看着战场里面的情况 着急的对围守的黑衣人说道 谁知道黑衣人却摇头说道 陛下说了只有公子浪有性命之优时 我们才可以动手 公子浪气力还在 刚刚只不过是以伤换命的打法 起码还可以再撑几克中 如果公子浪敢以命换命 甚至有反杀的可能 赵高看了看场上的情形 说道公子浪还可撑住 但她的人可撑不住了 黑衣人却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 回到那与我何干 赵高神色变换了一下 咬牙说道 统领可想清楚了 这些人都是公子浪的心血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今日之事 统领难道想拖得了身 统领不为自己着想 也要为子孙无 赵高的话还没有说完 黑衣人的一双手已经扣住了她的脖子 然后冷冷的说道 忘义陛下 死罪 我等黑兵卫只听命于陛下 你若再说一句 我便将你斩杀 赵高此时满脸惊骇 他可是中书令 朝廷重臣 这些黑兵卫的人 都是疯子 赵高看着不远处的战斗 心道公子浪 这可不是我不帮你 要是真有那么一天 你可别怨我就是 就在这时候 一对马车队出现在道路上 看到道路上的搏杀 对方很自觉的准备掉头 但是却有一人一马 朝着战场冲了过去 赵浪再次用一道伤口 换了对方一条命 他浑身已经满是血污 有自己的 但更多的是敌人的 就当他准备再次进攻的时候 突然觉得压力一轻 抬头看去 就发现一道同样拿着枪的人 引闯了进来 赵公子 听到声音 赵浪便知道是谁了 向公子 助我脱身 没有丝毫的客气 赵浪直接大吼道 两只霸道的长枪顿石和枪一触 瞬间破开对方的合集 赵浪这时跳出了包围圈 朝一旁的少女们赶过去 而刚赶到的项羽 则拦下了对方 看到不少道在地上的少女 赵浪心中的怒意更盛 一个飞步 手里的长枪已经到了对方几个随从的身前 4 赵浪一声怒吼 这几个普通的随从 直接生死当场 下一秒 长枪就落到八字弧的喉咙前 助手 赵浪吼道 对方看到自己的手脑背轻 而不远处 有一只马队正赶过来 只迟疑了一秒 剩下的人相互看了一眼 居然直接四散而逃 穿越成秦始皇长子 第37章 陛下 人心不可考验啊 眼看对方逃走 赵浪没有追赶 更没有心思去关注 小树林里的人跟了上去 王黎 你骑上马 去告诉福伯 让庄子上准备好 救人 赵浪快速的吩咐道 所有人都迅速行动起来 把受伤的人重新抬上牛车 向公子 多谢相助 赵浪这时候来到了项羽面前 说道 我想借你们的马一用 他们的牛车速度太慢了 项羽看了眼牛车上的商员 点了点头 我去和我小叔父说 然后转身就朝骑马跟上来的 向伯走过去 项羽 你在干什么 还不赶紧走 赶过来的向伯直接愤怒的吼道 刚刚他们看到了这里的伯杀 他心里就有了些猜想 然后准备直接回头绕路 可谁知道 项羽直接骑马杀了过去 吓得他赶紧带人追过来 好在项羽没事 不然他大哥向梁飞杀了他不可 项羽却好像没听到他的话一样 说道 小叔父 赵公子他们很多人受了伤 需要一些拖车的马匹赶回去 项羽听到这话 都快气猛了 压着声音吼道 项羽 你可知道咱们这马车上都是些什么 项羽也皱起眉头 正要说给个几匹马 只拉伤员也行 可他突然往后一看 顿时整个人都愣了一下 苦笑着对 向伯说道 小叔父 已经来不及了 这时候向伯也听到了动静 抬头一看 就发现一小队秦军正及时而来 顿时他整张脸都变得一片煞白 照浪看着眼前的小队秦军和地方官 心里有些疑惑 为什么这些人总是在战斗结束之后才会到 还有些奇怪的是 这支秦军居然还带了不少狼钟 似乎有备而来 无乃是本地停长 此地生了贼人 我才绿人剿灭 你等速速离开 停长看着这一地的狼籍 没有想着怎么把人抓回去 而是让狼钟把受伤的人略微的处理了下之后 就赶人走了 甚至连被照浪敲晕之后 绑起来的八字胡 都只当没看到一样 照浪微微一愣 只想到了自己的那便宜老爹 应该是附近的官员 都已经打过招呼了 停长也看到了像羽几人 就没问到 你们是什么人 照浪很自然地说道 我们是一起的 停长顿时不再多说 挥手让他们赶紧离开 像柏原本魂都被吓丢了 没想到绝处逢生 连忙朝后面的人说道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把马牵过来 顿时两只车队合成了一只 然后快速离开 等他们离开不远 赵高就从一旁走了出来 阴策策地对停长说道 这一场功劳就是你的 不准问 不准查 不然哼哼停长满头大汗 回到 属下遵命 照浪一路回到了庄子上 得到了王力通知的福伯 直奔照浪跑了过来 公子 公子 您怎么样了 福伯看到照浪的一身血 整个人都差点晕过去 郎中 郎中 福伯 我没事 先医治其他人 照浪说道 这些人是我的救命恩人 你将他们安排好 福伯应声去安排 医治方面 照浪帮不上 干脆带着八字胡 来到了一个院落里 一个巴掌把对方弄醒 主使人是谁 照浪没有问原因 因为很明显 所以直接问他背后的人 不管是为自己 还是为了那些少女 你好大的狗胆 居然敢杀我们的人 还敢抓我 八字胡醒过来之后 态度却极为嚣张 赶紧放了我 不然我家主一定会灭了你满门 照浪其实一直搞不懂 为什么这人明明都已经 落到自己手里了 却还这么嚣张 难道是因为没有脑子吗 还是说他背后的人 给了他勇气 照浪刚要逼问 眼前便出现两个选择 一放了对方 获得军事助力 二不放 获得数是数名 看着眼前的选择 照浪不管这个军事助力 到底是什么 他不可能放了对方 所以他的回答很简单 手里的长枪一震 枪头就已经刺穿了对方的手掌心 阿八字胡直接哀嚎起来 说 照浪手中再次一晃 八字胡又想起一阵惨叫 我说 我说 八字胡在第四枪即将刺下的时候喊道 片刻后 一阵哀嚎想起 照浪一个人走出了院子 才出院子就看到了项羽 项公子你怎么在这里 照浪问道 项羽笑道 这么大惨叫声 谁听不到 说完往后示意了一下 照浪就看到 两位老师 还有王黎 照些都到了这里 老师 弟子我照浪却不好怎么说 自己要去报仇 王俭哪里不知道他的心思 只是说道 大丈夫有仇必报 带上黎儿 孔甲也说道 以得抱怨 何以报得 去吧 项羽这时笑道 还有我 一旁的照些也有些异动 但终究没有开口 照浪没有推辞 只是现在天色已晚 说道明日一早入都成 夜色降临 皇宫内 照高手里拿着一份最新的情报 一路狂奔到秦始皇所在的宫殿 陛下 照高一进门就忙不迭地喊道 此时秦始皇正面露笑容 手里拿着一张淡黄色的纸 拿到了照浪给的制作方法后 将人们终于做出了第一份真正的纸 看到照高 秦始皇淡然地说道 何是慌张 浪儿之事正已经知道了 受了些伤而已 不算什么大事 照高此时将手中的竹简高高举起 喘着气说道 陛下 那伙人贩子背后 居然是齐国余孽 噗 秦始皇轮地站起来 一把拿过竹简 看完之后 冷笑道 没想到那个饿死鬼 居然还有气子在外 居然就在正的眼皮底下 好好好 秦始皇拿着竹简 沉思了一阵 说道 此事 浪儿知不知道 照高愣了一下 说道 老奴不知 秦始皇重新坐下 声音中不带一丝感情地说道 那就让他知道 正倒是想看看 为了自己的大业 他能做到什么地步 啊 照高听完 眼中一片骇然 心中更是狂喊道 陛下 人心不可考验啊 穿越成秦始皇长子 第38章再忍忍 这天就要变了 照浪庄子上一处小院子里 小叔父 我明日要和赵公子一同去都成 项羽有些忐忑地和项伯说道 他已经决定 无论项伯痛不同意 他都会去 但项伯没有第一时间拒绝 而是在想着什么 片刻后才说道 宇儿 你说这公子浪到底是什么人 嗯 项羽有些不解 说道 小叔父 你问这个做什么 项伯叹气道 就你还一直要学万人敌 你想想昨日那些秦军的表现 分明是任的公子浪 像宇宙媒道 您是说公子浪是官府的人 他不想和官府的人有什么关系 像柏摇摇头 他若是官府的人 出城的时候就直接向官府求助了 这些的头蛇也不敢向他出手 嗯 这里面的关系着实古怪 要是大哥在就好了 他一定能看出来 像柏很快话头一转 低声说道 不过 我倒是发现了件事情 项羽问道 何事 像柏缓缓道 今日进庄子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庄子修得极为坚固 像个堡垒 这也都罢了 最重要的是 我在庄子里发现了一个人身上 居然带着赵国王氏的玉佩 像宇说道 小叔父你是说 公子浪他是赵国的后裔 像宇这时候便明白了 为什么像柏没有阻止他 像柏不确定的说道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 但如果我猜的没错 宇儿 这里今后将是我们的一大助力 宇儿 你去和对方交好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像柏知道自己劝不住像宇 最后只能交代道 不过还是要小心未上 像宇也点点头 小叔父放心 楚国大仇未报 我不会伤了自己的性命 像柏顿时点点头 说道 那你早些休息 明天我会让人在城外接应你们 此时 赵浪正在自己的房间 想着报仇的计划 系统内的奖励已经发放了 当然 还是和土豆一样 要自己去找 不过想到对方是人贩子 赵浪心里也有了猜想 过了一回二 旺财走近来回报道 公子 这次女生们大部分都是轻伤 三个重伤 二黑和大猫还在昏迷中 素腿上受了重创 狼中说 即使治好了 也会有残疾 听完情况 赵浪沉默了一阵 其实这情况比他想的要好 对付到底是把少女们当成了自己的货物 没有第一时间下杀手 素是少女们领头的 所以才受了重伤 我知道了 赵浪说道 好好照顾他们 我明天办完事便去看他们 是公子 旺财点头道 第二天一早 赵浪和项羽 往里坐着马车出发了 本来骑马是最快的 但是赵浪还不会骑马 而且三人的武器也无法随身携带 马车也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只是几人不知道的是 他们离开庄子后 一匹快马也朝着兜城的方向过去 当赵浪几人再次到达咸阳的时候 位于皇宫内的秦始皇已经得到了消息 看来浪儿已经问出了对方的下落 准备报仇了 虽然莽撞了些 但有邪性 秦始皇点头道 如果无端的吃了这么大的亏 不想着报复 秦始皇反而会失望 赵高走 我们去看看 在外面做好布置 齐国余孽跑了一个 我便拿你试问 是陛下 虽然军事方面应该是太位的指责 但赵高也不敢推辞 只是想着 这次秦始皇亲自去看 希望赵浪能做出一个好的选择 不然的话 后果难了 赵浪进了兜城之后 没有直接去找对方 而是围着目标附近的转悠起来 赵公子 我们为何在转圈 车里的项羽有些不解的问道 按照他的想法 直接等晚上 然后一路杀过去就是了 只要有决心 不管什么样的敌人 都不值一提 先侦查清楚地形 看看对方的布置 赵浪解释道 特种兵的训练手册里 有关于潜入和刺杀的部分 他用起来得心应手 现在来说 他潜入的实力 要比正面拼杀的实力高出不少 这也是他为什么敢来报仇的底气 事业 书房内 田契面成似水的看着面前的管家 都处理掉了吗 管家点头道 家主 那些逃回来的人都已经处理好了 田契这时候嘴角抽了抽 带着怒意说道 都是一群废物 连十几个人都搞不定 居然还有脸说那些少女反抗了 废物 管家听到骂声 低着头 不敢说话 就在这时 白发老人出现在门口 伯父 田契赶紧起身 扶住老人 然后让管家出去 一次失利而已 下次再谨慎些就是了 这些年交给你的气度 都到哪里去了 白发老人皱着眉头说道 伯父教训的是 田契态度恭敬的回道 白发老人没有过度则怪 我知道这些年困在都城 你有些浮躁了 再忍忍 这天下就要变了 听到这话 田契的眼睛猛然一亮 说道 伯父 此话怎讲 白发老人沉吟了一下 说道 我有一家的老友在宫中 告诉我 暴君的身体 每月发布行了 三五年内 必有大变 三五年 田契眼里闪过一丝失望 但很快又振奋起来 我这几十年都忍了 再过三五年又如何 伯父 如此一来的话 我们更要多活动一些 积累实力 看着田契振奋起来 白发老人点点头说道 正是如此 目光放长远一些 自然就不会被这些小失利蒙蔽了心智 田契眼中闪过一丝心悦诚服 说道 契儿还好有伯父辅佐 大齐复国之后 必定为您见词利悲 白发老人罕见的露出一个笑容 说道 你有这份心便好 就在这时 一名侍从急冲冲的闯进来 家主 前院发现两个闯入者 不知是何人 田契露出一丝很利 哪里来的小贼 就地格杀 现在不论是什么人都敢来招惹他了 白发老人也没有反对 只是就没说到 再多带两个人去 动作快一点 不要引起太大的动静 是从顿时带着几个人匆匆离去 伯父 你先去休息吧 这里的是我来处理 田契的话才说完 一道身影便从天而降 同时 一道锋利的匕首 也落到了他的脖子上 穿越成秦始皇长子 第三十九章 是到如今 我也不隐藏我的身份了 入夜之后 赵浪一马当先的进了之前探查了周边的庄子内 黑夜中 他反而如鱼得水 阿浪 慢一点 王黎忍不住喊道 赵浪的身法和速度都太过于灵巧了 他们跟不上 阿浪 不如我们分头行动吧 王黎这时候提议到 找到了对方主事人之后 再用挖角为好 赵浪看着身后背着长枪的项羽 顿时点头 也好 你们要小心些 赵浪的目的很简单 找到主事人 杀了对方 然后离开 他连审问一下对方的心思都没有 也没什么好问的 毕竟对方对他下手就是为了钱财 赵浪一个转身就消失在了夜幕中 一路前行 越往这座庄子的深处走 赵浪逐渐发现有些不对 这地方的守卫太严了 赵浪自语道 即使是人贩子也不用这么防备 当然也许是昨天出事之后 对方加强了人手 赵浪直接翻身上了房顶 这里是对方的死角 然后一路往前 很快便来到守备森严的一个小院子 粗略的一看 起码有近十个守卫 赵浪站在房顶上皱了下眉 知道这里应该就是对方主事人的位置 很快他看到了书房内的中年人 听到了有人叫对方家主之后 就越发肯定了 现在就是等待机会 就在赵浪想着要不要发出挖叫信号的时候 前面的院子里突然响起一阵喧哗声 整个庄子瞬间动起来 赵浪脸色一沉 知道是项羽他们被发现了 现在项羽他们暴露 他必须早点回去支援 不然就算是两人在勇猛 也不能从这么多人的围攻中全身而退 很快就有人过来禀告 看着对方带着院子里多半守卫离开 顿时眼睛一亮 机会 等这些人离开院子 没有丝毫迟疑 直接翻身而下 周围的几个守卫 发现他的时候已经迟了 照浪手里的匕首 直接朝着对方的脖子划过去 只要命中对方必死无疑 但就在这时候 对方旁边的白发老人居然直接用头撞过来 照浪从来没有想过 会有人主动把头撞向刀口 嘶啦 一道鲜血直接从空中洒落 但不是中年人的血 照浪还想刺出第二下的时候 已经迟了 刺客 院子里剩下的几个守卫一边大吼 一边不要命的扑过来 照浪按骂一声 手里的匕首已经刺了出去 直接送走了一个守卫 不是照浪太过厉害 而是对方根本就没想着活 就是要用自己的命 换中年人逃走的时机 照浪和对方明明只有不到一米的距离 可如同飞蛾扑火 完全不顾自己死活的守卫 硬生生的让照浪只能看着对方离自己越来越远 草 照浪直接骂出了声 今天如果不杀了对方 以后就会迎来无尽的报复 连杀两人之后 照浪看着撞过来的第三人 面露一丝狠色 一个侧身 躲过对方大部分进攻 硬抗了一记鞭腿 闷哼了一声 借着对方鞭腿的推力 照浪在中年人即将逃出他的掌控范围之前 抓住了他 在巨大的冲击力下 照浪带着对方一同在地上滚了两圈 才稳住了身形 现在他要做的就是 把匕首送进对方的身体 住手 还剩下的两个守卫怒吼道 照浪微微瞇了下眼睛 然后停了下来 因为对方的手上 是两具已经上好了弦的弓弩 这种距离下 照浪也没有把握能逃出去 他是来复仇的 不是来同归于尽的 把弩放下 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他 照浪吼道 然后手中的匕首微微移动 一道血就从中年人脖子上流下 你住手 两名守卫及的眼睛通红 犹豫了下 似乎想要放下弓弩 但这时 照浪就听到一道虚弱的声音 从他耳边响起 不准放 照浪一听就知道要糟 果然 两名守卫瞬间 重新握紧了弓弩 其中一个红着眼睛说道 你如果再动家主一下 我便放箭 照浪对手上的中年人说道 你真的不怕死 中年人这时说道 我死 你也死 你放了我 我发誓保你不死 照浪脸上露出一个冷笑 他会相信一个敌人的誓言 就有鬼了 就在这时 小院子的门被打开 一对守卫带着两个人走了进来 正是项羽和王黎 照浪看着两人眼中有些惊讶 王黎和项羽两人的武力都不低 怎么会这么快 被拿下阿浪 他们不讲武德 居然有弩 王黎脸色微微一红 说道 他们两人能挡住二十人的同时进攻 甚至还能反杀 却也挡不住十个人的近距离弓弩激火 新进来的守卫 看到院子里的情况 一个个的都变了脸色 除了有人去救那白法老人 其他人都把照浪给围了起来 于是 院子里又多了十几把弓弩指着照浪 而且越来越多的守卫开始出现在院子的周围 这下真是插翅南非 双方顿时对峙起来 放了我 我可以对天发誓 不追究你们的责任 并且放你们离开 这时 照浪手中的中年人再次说道 你把我当傻子 还是把你的这些手下当傻子 照浪冷笑道 我有一个提议 你让我们离开 到了安全的地方 我就放了你 我也可以对天发誓 中年人这时候缓缓地吸了一口气 带着几分气势说道 既然我们互不信任 事到如今 我也不隐藏我的身份了 我乃齐国国君之子 田起 我以国君名义 对天发誓 只要你们放了我 我保你们不死 听到这话 照浪微微皱眉 齐国早眉了 哪里来的国君 但项羽和王黎却脸色大变 你说你是齐国国君之子 有何证据 王黎这时候问道 他没有想到 这里居然会遇到六国余孽 如果对方情况属实 那今天的事情可就大了 我内衬之中 有国君印 田起说道 王黎直接上前翻找 果然从内衬中找到一枚小印 真是国君印 项羽心中猛然一阵 六国遗族是天然的盟友 在他心中 他是楚国遗族 赵浪是赵国的遗族 现在又多了齐国遗族 这一切简直就是天意 穿越成秦始皇长子 第四十章王侯将相命有种呼 赵公子 这位既然是国君之后 必然不会食言 这时候项羽看着田起说道 君无戏言 在这个时代并不是一句玩笑话 但上辈子见多了把誓言当放屁的赵浪 却以为自己听错了 这时田起看了周围一眼 知道对方已经无路可逃 便主动说道 都把弓弩放下 顿时 院子里所有的守卫 都放下了手中的弓弩 赵浪见状 也随即放松了手腕 但还是一手捏着对方的后颈 现在你们既然确定了我的身份 那我之前说的话 你们也不用怀疑了 田起这时候说道 王黎和项羽听完之后 都有些异动 两人看向赵浪 见两人看过来 赵浪愣了一下 这两人就这么信了 自己一放手 恐怕立刻就会被射成筛子 似乎看出了赵浪的担忧 项羽说道 国君之诺 众如泰山 赵浪觉得把自己的性命 寄托子在别人手信上 那才是真的开玩笑 于是笑道 我也是一诺千金 先放了我们 我保你平安 田起回道 我乃是国君之后 以国君之名起誓 你有什么资格 一旁的项羽犹豫了下 对田起说道 赵公子还真有资格 是到如今 赵公子你也不必隐瞒了 我知道你是赵国王氏之后 项羽的话音未落 田起猛然惊呼道 什么 赵浪自己也猛了下 我什么时候成了赵国的后裔了 你有何凭证 田起追问道 我小叔父在赵公子的庄子里 看到了赵国王氏的信物 至于我如何保证自己的话是真是假 君上请看 项羽说完 从怀里拿出一块玉佩 这是楚国王氏信物 田起看着玉佩 惊讶地喊道 他眼里爆发出一阵金光 说道 今日其照处其聚一堂 这是上天的安排 既然如此 几位 我等何不放弃前嫌 攜手合作 共抗暴情 我等三国联手 势必能推翻暴情 照浪听着 心中不由地生起一阵极为荒谬的感觉 他们几人之前 还是一副你死我活的状态 现在居然想着要携手合作 见照浪不说话 田起再次说道 赵公子 我知道你为之前的事情生气 此事的确是我不对 不过赵公子也的确是藏得太深了些 难怪我都没有查出你的底细 赵公子 你之前损失的货物 我双份补偿给你 你看如何 听到这话 一旁的项羽居然露出了赞叹神色 然后一脸蜥蜴看着照浪 只要照浪点头 这事就算成了 就连王黎似乎也觉得这补偿和情合理 对他们来说 贵族的命才是命 平民百姓只不过是货物而已 田起自己遭受了这么大的损失 如今居然主动给照浪补偿 已经是极为有诚意了 就像对方不理解 照浪为何不信誓言 照浪也无法理解 对方为何把人命当成货物 想了想 可能是现在 陈胜和吴广还没有说出那句 王侯将相命有种呼 照浪这时候摇摇头 说道 我信不过一个人贩子 听到这话 田起的脸色瞬间通红 就在这时 一道苍老的身影走了出来 大丈夫未成大业 从事卑贱之事 也是迫不得已 伯父 看到老人 田起惊喜的喊道 白发老人此时头上还缠着白布 赵公子既然不屑于我等往来 今日之事 你我各退一步 我送你安然出庄 将所有的公弩留下在此处 你到门口放人 可好 听到这个提议 照浪心中微微移动 这的确是个不错的提议 于是点头道 可以 你们先把公弩的公弦都拆下 再把所有的公弩放在这里 我只要看到一把公弩 绝对不会手下留情 白发老人点点头 很快 所有人都拆掉了公弩上的公弦 在放几人离开前 白发老人说道 我要你以赵国国君的名义歧视 照浪没有丝毫犹豫 就按照对方的要求 发了誓言 然后几人才小心的往外走去 双方都把注意力放在对方身上 所有人都没有发现 黑暗中 不时闪过一些身影 此时 屋顶上 几个黑衣人围着两个黑影 见下面的人慢慢出了院子 一个黑影才说道 陛下 对方已经派了人去到了公子浪的后路 一旦公子浪放人 对方便会围杀他们 黑兵卫已经到了各个位置 只要您一声令下 我们便可将他们拘杀 以保公子浪安全 中间的这两道黑影 正是秦始皇和赵高 秦始皇淡淡说道 不急 正想看看 浪儿是要做一个食言之人 还是做一个迂腐之人 杀田气是食言 不杀便是迂腐 赵高顿时露出一个苦笑 都到这种生死关头了 他的这位陛下 居然还想着考验 走 跟上去 秦始皇化音刚落 他身边的两个黑衣人便一人一手 搭在他身上 三人飘然落下 其他人黑衣人也瞬间跟上 留守在院子里的守卫 也瞬间被杀 此时所有人都到了庄子门口 赵浪带着田气走到一处黑暗处的墙角 确保自己能一跃而上 赵公子 请放人吧 白发老人说道 同时 背后的手却动了起来 顿时最后面的守卫便朝刚刚的院子跑过去 弓弩全在那里 赵浪让王黎和项羽做好准备 然后一推田气 转身就上了身后的墙壁 接住家主 管家这时候带着人冲了上去 一把接住了田气 暗处的秦始皇看到这一幕 却微微的摇了摇头 照浪的选择让他有些失望 秦始皇这时说道 把那个卫军留下 其余人等全部诛杀 于是下一个瞬间 无数弩箭从天而降 白发老人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说出来 便被万箭穿心 战斗的形势完全是一面倒 秦始皇却没有丝毫的意外 这院子里的守卫再强 面对大秦最强的卫队黑兵卫 再加上黑兵卫已有心算无心 装备也比他们强上无数倍 完全不堪一击才是正常现象 只是很快 赵高便脸色古怪的走了 陛下那位军死了 秦始皇脸色冷然 说道谁违抗的命令 自己去领法吧 他还想问对方几个问题的 赵高这时候却说道 陛下您自己看吧 说完几个黑兵卫便将田契的尸体 带了过来 秦始皇脸上微微一冷 然后露出一个笑容 田契的脖子上是一道淡淡的血线 穿越成秦始皇长子 第四十一章家主 你不能和我抢婆娘 很快这座庄子里便再没有一个活人 陛下已经全部处理干净了 赵高禀告道 秦始皇看着面前的庄子 不由想到了早年间的征战 笑道正当年杀了齐军 现在浪儿杀了他的儿子 倒也是缘分 赵高不敢揭话 这种缘分一般人哪受得起 秦始皇再次冷然说道 他们居然有近二十具军中的弓弩 看来朝中还是有人对政不满啊 你去把那暗处的线都给我揪出来 赵高连忙应道 是陛下 秦始皇点点头 说道 对了借这个机会 把徐福给浪儿送过去吧 等这些事完结就开始北巡 赵高回道 陛下请放心 老奴已经安排好了 这位军在城外还有一个庄子 是用来求孩子的 老奴会把人提前放进去 公子浪既然能找到这里 那也有可能知道这座庄子 如果他不知道 老奴找个机会和他说便是了 以公子浪的脾性 如果知道了 一定会去救那些孩子 只是秦始皇瞥了一眼赵高 问道 有话便说 赵高说道 陛下 这些日子和公子浪接触以来 老奴发现 公子浪似乎对贵族抱有敌意 反而对这些贱民善意极大 这往后恐怕对公子浪不善啊 秦始皇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看着赵高说道 这是你该考虑的问题 赵高身体一震 直接跪下说道 老奴该死 下不为例 秦始皇冷冷说道 然后转身离开 等秦始皇走后 赵高才摸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 看着赵浪离开的方向 说道 公子浪 老奴可是又帮了您一次啊 您可要记老奴的好 而此时赵浪正在和人交战 他们三人一起走出去不到一条街道 就被二十多人给狙击了 好在对方没有更多的援军 也没有带弓弩 倒也问题不大 很快在三人的合集下 这追上来的二十多人 便被他们击溃 齐国军居然不守诺言 项羽看着仓皇逃走的敌人 语气中带着几分不可置信和愤怒说道 赵浪看了下像雨 喘着粗气回道 你啊 就是太年轻 早和你说了 人贩子靠不住 他不打算和两人说 自己走的时候 抹了对方脖子的事 只是听到这话 王李眼神有些复杂的看了赵浪一眼 他们三人里 其实赵浪的年纪最小 但不知不觉中 却是是以他为首 只不过对方明明知道这点人 不会是我们的对手 怎么没有多派些人来 王李疑惑道 赵浪心里也有些奇怪 边走边说道 谁知道呢 也许是引起了官府的注意 他们不敢有大动作 我们还是赶紧回客栈 再遇到追兵 我可真没力气了 两人也赶紧跟上 他们回到了之前的客栈 动手之前 赵浪就已经安排好了退路 第二天一早 三人就驾着车出了城 合在城外等的人会合之后 赵浪几人便回到了庄子上 只是没想到 才回来 向伯就已经准备好要离开了 向公子 这次多谢了 赵浪说道 这次向羽的确对他有恩 向羽爽朗的说道 赵公子 我等本位同盟 不必言谢 而且这次你也救了我等 赵浪知道 向羽他们马车的东西 恐怕也见不得光 不是自己 那时候的秦军 早就把他们扣下了 向羽再次说道 如果不是时间仓促 我都想和赵公子结为兄弟 赵浪心中微微移动 却最终还是没有答话 只是说道 如果今后遇到一个姓刘的 不要和他结拜 恩 向羽被这话说得一愣 但此时 一旁的向伯已经在催促了 两人就此别过 赵浪隐约有预感 这次和对方分别 再见面的时候 恐怕对方就是西楚霸王了 等离开了庄子 向羽便带着几分抱怨说道 小叔父 你昨日不还说 要和对方好声结交一番 今日为何突然如此着急离开 向伯此时脸色黄疾 说道 今日接到你大叔父快马传信 无中有便 未说详情 只是让我们赶紧回去 向羽顿时也不再多问 一家马妇快速离开 赵浪回到庄子 第一时间便是去看了少女们 公子 这里是小七和小九 他们两人在照顾 男生们也在这里帮忙 情况怎么样 赵浪问道 二黑和大猫已经醒了 就是头晕 狼中说好生修养就是 其他人只是轻伤 问题不大 他不肯吃饭 小七回道 听到这话 赵浪顿时输了一口气 他就怕二黑和大猫醒不过来 现在看应该就是摔成脑震荡了 问题不大 我床休息就是 我去看看素 赵浪很快来到了素的床边 家主 看到赵浪 素想要坐起来 被赵浪按住 没有多问伤事 赵浪直接端起旁边的碗 拿起木勺 就往他嘴里喂 素吃移了一下 还是张开了嘴 两人就这么一个喂 一个吃 很快就吃完了 嗯 中午和晚上的时候 我会再来 赵浪淡淡的说道 啊 不用了 家主 我可以自己吃 素联盲说道 指示狼中说 我的腿之后会残疾 以后对家主无用 也没人会要我 赵浪眉头一挑 说道 就算残疾了又怎么样 谁说你没人要 我养不起妈 不只是你 你们所有人 我养一辈子又如何 顿时 所有少女都看向赵浪 小七和小九两个人更是满眼小心心 只是就在这时候 大狗不知道从哪里钻了出来 委屈巴巴的说道 家主你不能和我抢婆娘 一旁的素顿时满脸通红 大狗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整个房间内 气氛顿时变得轻快起来 赵浪看到这里便放心了 走出门脸上的笑脸便消失不见 去死 很快去死便出现在他面前 赵浪冷冷到 让所有男生做好准备 晚上跟我出去 穿越成情史皇长子 第四十二章一点寒芒仙道 随后枪出如龙 是 家主 去死极为干脆的达到 就算不问他也能大概猜到 晚上出去应该是报仇 他们昨天看到少女们 人人带伤回来的时候 一个个就已经极为愤怒了 他们鄙视的时候 都舍不得下重手 居然被人伤了 把东西都带全了 训练了这么久 也是时候来一场实战了 赵浪淡淡的说道 他从八字湖那里知道 对方在城外还有一处的庄子 而且人手不多 正好用来给男生们练练手 斩草要除根 傍晚时候 赵浪看着带齐了装备 集中在训练场地的少年们 这两天发生了什么 你们都清楚 赵浪面臣似水的说道 今天晚上还是去报仇 但会有危险 也许会有人丧命 所以这里我最后问你们一次 如果有不想参加的 现在可以离开 以后就在庄子上做一个普通的仆人 平平安安也不错 少年们听到这话 顿时相互看了起来 就在有人脸上出现动摇的时候 赵浪便说道 好 没有人退出 不愧都是我看中的人 不等少年反应过来 赵浪便直接命令道 全体都有 出发 顿时 所有人的都下意识听从命令 跟在了赵浪身后 朝庄子外走去 庄子前 赵歇看着赵浪离开的背影 不由何一旁的孔甲说道 先生 赵浪此次去寻仇 恐怕是要涂妆 如此是血 您为何也不劝阻 孔甲回道 浪儿昨日遇袭 庄子里的少女们也受伤无数 这些人都是他的心血 难免有些激动 再说了 对方还是人贩子 这也算是为民除害了 赵歇不由皱眉 激动就要涂了别人的庄子 于是再次说道 可昨日他已经诛杀了罪魁祸首 今日又开杀戒 这和儒家的人得也不相符合啊 孔甲转过头看了赵歇一眼 说道儒家的人得也要看对象而定 人贩子千刀万寡也不为果 公子歇 这些日子你在老夫身边充当书童 辛苦你了 老夫近日也没有太多时 尖教授于你 你不如先离开吧 赵歇直接愣在了原地 这是要赶他走 先生 我孔甲挥挥手说道 公子歇不必担心我 让儿会照顾好我的 赵歇神色变换了一下 说道 那先生保重 赵歇明日便离开 等赵歇行李离开 孔甲就没说道 居然在我弟子背后说坏话 实在是不为人子 不知道自己老师为了他赶走了一国之军 经过了一阵跋涉之后 赵浪已经带着人来到了一座庄子前 看着高达一丈有余的高墙 赵浪说道 按照训练的办法行事 说完 自己便一个助跑 直接上了墙头 此时 去死让两个少年和他一起配合 借助两个人的力量 试了两次之后 也成功上来 其他人有样学样 也纷纷上了墙头 只是花费的时间有些久 久到庄子里巡逻的两人 都已经来回走了两次 也终于发现了这一处墙头的不对 老三 你看那边的墙头 是不是变高了 嗯 别胡说 这墙怎么会突然变高 哎 上面好像蹲着好多小孩 草 老三你别吓我 前几天才有个小孩生病死了 就埋在这墙脚下 不对 他动了 阿墙上的黑影猛然朝他扑过来 对方的尖叫声也戛然而止 另外一个人直接被吓得瘫软在地 然后不停地说道 不是我杀的你 不是我杀的你 照浪跳下来解决掉了一个之后 其他少年也纷纷下墙 这时候对方才意识到 他们不是鬼 你们是什么人 照浪这时候看着其他地方 淡淡的说道 你们解决他 去死顿时愣了一下 其他人也看着他 有人入庄了 躺在地上的人直接大喊道 凄厉的声音打破了夜空的宁静 一旁的照浪却没有出手 而是淡淡的说道 他在叫两声 所有敌人都会过来 但少年们依旧没有动手 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人 他们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办 见所有人都不动 地上的人胆子越发大了起来 声力色忍地说道 你们好大的胆子 知不知道这是谁的庄子 看着面前的这一群半大小子 他再次大声喊道 来人啊 有人扑 一阵闷想 一根靴尖了的木棍从他胸口穿过 是去死洞的手 但这时候已经迟了 庄子上陆续亮起灯火 一阵阵急促的脚步伸有远及近 他们被人发现了 所有人脸上都浮现出一丝苍白 只有照浪不紧不慢地说道 这座庄子里大概有十几名敌人 还不到昨天我们遇到的一半 是生还是死 你们自己决定 照浪说完 便拿出了背后的长枪 朝着赶过来的敌人 杀了过去 但是在对方的眼中 便是一点寒芒仙道 随后枪出如龙 照浪长枪一化 便将大部分的敌人拦下 让三四个人过去 看着手里拿着刀 凶神扼煞的敌人 去死这时候终于有了动静 猎阵 有人说话 少年们也就有了主心骨 所有人迅速地集中到一起 一根根靴尖了的木棍 组成了一片枪林 看着越来越近的敌人 去死冷光森然 耳边似乎再次想起照浪的声音 你们错在犹豫不决 错在心慈手软 此时 敌人已经到了十根前 刺 去死猛然喊道 同时也刺出了自己手中的武器 下一个瞬间 地上便多了三具尸体 不等他们反应 此时又有几个人被照浪放了过来 很快 场上就只剩下最后几个敌人 不要杀我 求求你 不要杀我 最后的几个人直接放弃了抵抗 跪在地上求饶 一旁的少年们此时已经是脸色苍白 照浪知道过犹不及的道理 准备自己动手 手中的长枪正要刺下 突然一道进风从身后传来 照浪猝不及防 只能一个赖驴打滚 才躲过了对方的袭击 转过身来一看 一道身影站在自己面前 而且还是个熟人 看着面前的人 照浪就没说到 你不是去震灾了吗 穿越成秦始皇长子 第四十三章 我姬无双永不为奴 照浪面前的人 正是姬无双 姬无双手中握着长剑 还是一副男人的打扮 只是衣衫蓝绿 似乎吃了不少苦头 看着这一地的尸体 姬无双看着才不到一个月不见的照浪 立声道 你是疯子吗 我原本以为你只是一个顽固子弟 没想到你居然是是血狂魔 现在人证物证都在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姬无双将手中的剑指向照浪 含声道 我今日便要为民除海 面对这个实力强横的女人 照浪时候却说道 你还记得上次的事情吗 姬无双微微一愣 说道 你以为你给了我黄金万两 就想让我放过你 照浪摇摇头 不是这件事 那黄金万两是你用粮食换的 我们两步相浅 姬无双顿时说道 那你是什么意思 照浪缓缓道 上次你动手 就是因为不先搞清楚缘由 这次也是一样 你知道我在干什么吗 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 姬无双看着满地的尸体 和幸存的几个人 说道 这还用茶吗 摆明了是你带着自己的仆人打家劫舍 照浪气得都快要笑出声了 然后毫不留情的说道 你这种替天行道的人越多 这天下就会越混乱 姬无双这时怒哼一声 就要动手 照浪把手中的枪一摆 他现在有霸王枪数 也不需对方 冷声说道 这院子后面有一处地牢 你想动手 不如先看看地牢再说 姬无双顿时停了下来 一般人的庄子里怎么会有地牢 你如果骗我 即使到天涯海角 我也会追杀你 说完 便将手中的箭一摆 朝院子后面走去 照浪也随之跟上 这消息还是从八字湖那边问出来的 别到时候没有 那乐字可就大了 好在 姬无双似乎对这些机关暗道十分熟悉 照浪才到后面 他就已经打开了的牢入口 然后就钻了进去 照浪都论了一下 这女人就不怕他直接把地牢的门给关上吗 在外面等了一回儿 照浪正想进去看看 姬无双就脸色惨白的冲了出来 然后朝刚刚的交战的地方跑了过去 喂 你去哪儿 照浪赶紧跟上 就看到姬无双冲到那幸存的几人面前 然后一人一见 极为干脆的送他们上路了 这手法之干脆利落 让照浪都自愧不如 畜生 畜生 都是畜生 送走了几人之后 姬无双还大声嘶吼道 照浪顿时察觉到了什么不对 对一旁的去死他们说道 跟我来 然后带着人进了地牢里 当照浪看到地牢的场景时 就知道对方为什么这么失态了 一进地牢 就是一股难移民状的味道 地牢里有许多分割开的小牢房 每一个牢房里都有着好几个孩子 每一个几乎都目光呆滞 骨瘦如柴 完全没有一点人气 看到这一幕 照浪也明白了 为什么对方说 他的那些少女们 都是高等货物 他突然有些后悔 为什么要让对方死得那么轻松 救人 照浪说道 然后带着人行动起来 外面的姬无双也很快进来 帮着一起救人 家主里面还发现了几个老头 去死突然喊道 先救出去再说 照浪回道 但心里已经有了猜想 这应该就是系统奖励的术士了 这方式倒也还算合理 不然的话 凭空多出几个人来 他还真不好解释 很快地牢里面所有的人都被救了出来 给他们找一些吃的 我们今晚就在这里休息 照浪吩咐道 虽然在这里有些危险 但带着这么多孩子夜里根本走不了 一直到深夜 去死他们才安顿下来 照浪拿着枪上了房顶 盯着周围的情况 没过多久 姬无双也上来了 照浪看了对方一眼 没有多说什么 两人沉默了一阵 还是姬无双先说道 抱歉 照浪略带些惊讶地说道 你居然还会道歉 姬无双顿时瞪大了眼睛 想说什么 但又知道自己理亏 硬生生给憋回去 照浪这才露出一个笑容 这人只是憨 不是坏就行 你不是去震灾了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还弄成这样 照浪看着一身狼狈的姬无双 接着开始见面的话题说道 可这一下 姬无双的脸色就更差了 沉默了一下 才回到 我被人骗了 照浪顿时愣了一下 还真被人骗了啊 那可都是我的精子 照浪顿时有些心疼 要是这些钱都用在灾民身上 他自然是一点都不心疼 可是被人骗了 这就让人感觉很亏 是谁啊 照浪狠狠的问道 这个场子 总有天要找回来 什么你的精子 明明是我的 姬无双回嘴道 却没有说出来 对方是赵国之后 照浪顶多算个好强子弟 家世和对方没法比 于是气呼呼的说道 和你说了也没用 反正你们姓赵的 就没有一个好人 照浪撇撇嘴 不说算了 对了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姬无双脸色为红说道 我被人一路追杀 不久前才甩掉对方 看到这里的庄子 想要来找借点吃的 然后就遇到了你在杀人 照浪当然知道 这肯定是有借无孩的那种 我是在救人 照浪纠正道 那你是怎么知道 这里有孩子被囚禁的 这个就说来话长了 那就长话短说 这一时半回而说不清楚 我们现在挺有时间的 一回二过后 大概就是这样 照浪简单的把事情讲了一遍 只是引去了那些身份 人贩子都该死 姬无双听完之后恶狠狠的说道 照浪赞同的点点头 然后问道 你之后准备去哪里 姬无双一脸迷茫道 我也不知道看着姬无双迷茫的样子 照浪心中一动 土豆马上就要播种了 姬无双怎么也是农家人 就算自己不懂农丧 但肯定认识不少这种人才 毕竟他总不能以后自己去种地 于是庄作随意的说道 我庄子上的少女还缺一个女老师 你有没有兴趣 姬无双看着照浪说道 你想让我给你当奴婢 绝对不可能 我姬无双永不为奴 照浪顿时有些失望 这些朱子百家的人 果然清高 当老师都觉得是为奴为婢 咕咕咕 就在这时 旁边传来一阵咕咕声 照浪看相姬无双的肚子 然后认真的说道 包吃包住哦 穿越成秦始皇长子 第四十四张白莲花 你想用包吃包住就把我给打发了 姬无双一张瓜子脸长得通红 照浪也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 对方是农家传人的身份 包吃包住的确是寒颤了点 我就是开个玩笑 你不愿意就算了 姬无双看着照浪 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 最后咬咬牙说道 我还要工钱 一个月一两黄金 照浪顿时瞪大了眼睛 小白莲你过分了啊 你是什么人 怎么敢要一两黄金 在大秦一两黄金都足够 让一家人直接奔小康了 姬无双带着几分傲娇说道 我是农家嫡系传人 要你一两黄金怎么了 照浪上下打量了对方一下 说道那你会种地吗 不会 懂四季循环 知晓农桑吗 不知道 照浪都惊了 你这什么都不动 居然还这么理直气壮 要一两金子 姬无双似乎也知道 自己的回答过分了解释道 但是我有全天下农家子弟的联系方式 还有所有的农家的点击 听到这话 照浪的脸色瞬间变得严肃 说道一两黄金怎么够 起码一两半 就冲那些点击 都值这个价钱了 照浪即使是有系统 也没法凭空变成农学专家 现在土豆播种在即 这些人才他都要了 哼 算你是香 姬无双这次满意的点点头 忽然他回过神来 对了 你刚刚为什么叫我小白脸 照浪一愣 妈的 刚刚把心里话给喊出来了 这要是被他知道自己的意思 还不把自己给活生生的给批了 于是直接丢出否认三连 说道 没有 不是 你听错了 姬无双皱眉说道 不对 我自小耳聪目明 绝对不会听错 你是不是在说我的坏话 眼看糊弄不过去了 照浪神色一转 认真的说道 没错 我的确是叫你小白脸 因为在我心里 你不求回报 去政绩灾民 品德如同白莲花一样纯净 所以 我才有此一说 是我唐突了 这一番话 直接让姬无双失了神 面色更是一片飞红 自语道 我真的有那么好 然后又带着几分自责说道 可我这次把事情搞砸了 照浪心里默默的回道 你的确是把事情弄砸了 下次尝点心吧 当然 这话是万万不能说出口的 只是敷衍的安慰道 这也不是你的错 我决定了 姬无双突然大声说道 把照浪吓了一跳 说道 别一惊一乍的 大晚上都休息了 你决定什么了 姬无双回道 我决定了我以后的行走江湖的名号 就叫白莲花 听到这个名字 照浪瞬间眯起了眼睛看着对方 姬无双被看得有些不好意思 说道 我知道我现在还配不上这个名号 但是我会努力的 照浪搭搭嘴 说道 你要相信自己 我觉得你挺配的 然后小声加了一句 别变表就行 好在姬无双有了新名号 还挺开心的 没有在意到他说什么 一夜无眠 照浪在天眉完全亮的时候 就把去死叫到了面前 你先跑回庄子报信 让福伯他们派牛车出来 他们这么多人 都是老弱 走在直道上 还是很热眼的 是 家主 去死干脆把这里的事情 交给了大狗 然后自己一溜烟的往回跑去 照浪看着庄子安静的周围 心里盘算着 之前遇到的主动给他善后的情军 这次他弄出来的动静也不小 就算这座庄子偏远了一些 也不至于没一点反应 难道说老爹的四言生意 已经做这么大了 这里可是咸阳周围啊 看来我那便宜老爹 还有事瞒着我 只能等老爹回来之后 再好好问一问了 等到日头出来的时候 去死就带着好几辆牛车出现在他面前 一路回到庄子里 一些多了好几十个孩子 福伯又有的忙了 就连照浪也苦笑了一下 要不是家里有钱 还真不敢这么造 公子那边都已经安顿下来了 旺财过来回报道 还有白莲花姑娘说 她就和女生们住在一起了 白莲花 照浪愣一下随即反应过来 这机无双还真是个人才 知道自己上次已经被庄子记住了 这次居然直接恢复女生 用白莲花的名字 嗯那位白莲花姑娘 是我给女生们请的老师 她怎么说你们照办就是 照浪回道 公子还有您带回来的几个老头 醒了之后就一直要见您 旺财回道 照浪点点头 行我这就去见他们 照浪也有些想确认对方的身份 因为这么一来 他就能摸清楚系统的奖励发放方式了 跟着旺财来到一处院子 才进去就看到一个人朝他蹒跚的走过来 旺财看到了 赶紧说道 哎你手脚都有伤 怎么下床了呢 公子那些人贩子真不是人 这人的手脚筋都被割了 另外的几人 舌头都都被割了 实在是太残忍了 都这么大的年纪了 他们这辈子算是没用了 照浪也听得直皱眉 这些人贩子和对方有什么仇 怎么下这么狠的手 这时候那人颤抖的说道 公子我们都还有用 都有用 照浪知道对方这是怕自己不要他们 于是安慰到老先生 你们先好生修养 既然把你们救出来了 就不会不管你们 那人却好像没到照浪的话一样 大声说道公子老奴徐贵 我们几人都会炼丹 都有用啊 不要赶我们走 炼丹 照浪心里明白了 这就是系统的奖励 果然系统不会直接给食物奖励 好老先生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走的 以后的战争力气 黑火药就靠这些人了 照浪怎么会让他们走 不走就好 不走就好 多谢公子 多谢公子 徐贵连声说道 他似乎对离开庄子有着极大恐惧 穿越成秦始皇长子 第45章不值钱 送你了 让旺财好好照顾对方 现在这样 照浪也没法让这些人给自己炼火药 而且也还不着急 火药这东西 怎么说也都危险物品 在自己的生活的地方造 一个不小心就把全庄子送上天 那才是玩笑开大了 离开这个院子 照浪准备回去好好休息一下 这几天 他几乎没有好好睡一觉 只是才到自己的房间门口 就遇到孔甲和王俭 两人一人站了一边 似乎都不太想和对方交流 老师 照浪行李问好 两人都以为是在叫自己 孔甲看了照浪一眼 说道 嗯 精神凝实 看来没什么大事 今天好好休息一下 明天记得过来上课 说完便起身离开 他过来就是看看照浪的精神状况 看他没事便放心了 毕竟这是他选定的入门弟子 是 老师 照浪再次行李 等孔甲走了之后 王俭笑道 儒家这臭性子果然还是美改 然后走到照浪的身边 仔细的看了看他 眼里露出几分惊奇之色 嘴里低声道 不错 果然是天生的冰种子 听得照浪一片猛 老师 您说什么 王俭看着照浪 露出一个笑容说道 知道我和你那位老师 为什么昨天要来看你 今天又都在这里等你吗 嗯 这是关心学生 照浪理所当然的回道 王俭摇摇摇头 关心你是其一 但更要的是 看看你有没有被杀戮蒙蔽了神志 照浪听完后 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他这几天杀的人 比上辈子杀的鸡都要多 却并没有半点不适 老师 那些都是该死之人 我心中无愧 所以没有受到影响 照浪回道 按照大秦的法律 人贩子私自拐卖儿童 是要被临时处死的 王俭沉默了下 然后回道 问心无愧是最好不过了 但你要记住 杀人永远是解决问题最差的方法 照浪知道都是为了自己好 于是行李道 学生记下了 王俭点点头离开 两位老师走了之后 照浪便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到头就睡 一直到傍晚的时候 他才悠悠醒过来 小七 照浪起来 模模糊糊的喊了一声 往常这么一喊 小七或者小九就会进来帮他洗漱 等了一会儿却没动静 照浪便自己起来 走到房间外一看 太阳已经落山了 但整个庄子里却一片欢腾 看方向 是少年们住的地方 照浪走过去 就发现整个庄子都有些空荡荡的 来到小院子这边 就发现所有人都集中在这里 兴致勃勃的看着什么 还时不时的叫一声好 照浪看过去 就看到一个人直接一个汗地拔葱 飞升上了小院子的屋顶 引起大家的一阵惊呼 福伯请了杂耍过来 照浪很快反应过来 问道 姬白莲花 你在干什么听到照浪的声音 大家纷纷喊道 公子 家主 然后就一哄而散 小七和小九也在这里 两人的小脸都红扑扑的 看上去极为诱人 走到照浪的身边说道 公子 你醒了 这时候 姬无双看到院子里的人都走了 一个飞升下来 问道 哎 人呢 怎么都走了 照浪好奇的问道 你刚刚在干什么 姬无双笑着说道 我说我是你给他们请的武功老师 他们不信 我就表演给他们看歌 谁知道 看的人越来越多 我就干脆练习一下 照浪看着是一脸兴奋的姬无双 才知道这居然是个人来风 要知道昨天姬无双可也是和他一样 一夜没睡 还没吃东西 只能说这身体素质 真是天赋异禀 不过这道也没什么好则怪的 大家开心就好 这时候小七和小九两人也激动的说道 公子白姑娘好厉害啊 公子我也和白姑娘学武功 这样下次再遇到坏人 我们也可以帮公子了 照浪看着激动的两人没好说 这就是上次差点杀了公子我的人 照浪刚想让两人别学了 姬无双这时候却眼睛一亮 看着小七和小九说道 你们的天赋都不错 虽然年纪大了点 但学一点武功防身还是不成问题的 真的吗 看着小七和小九两个人亮晶晶的眼睛 照浪就知道这事肯定是拦不住了 算了 就随他去吧 练练武功就当断练四身体了 对了 你找我有事吗 姬无双对一旁的照浪说道 没事的话 我要去看看少年们的练武天分了 照浪张张嘴 这时候也不好让小七和小九去伺候自己了 转口说道 你不是说会把农家子弟的名单给我吗 姬无双这时候突然神色严肃的看了照浪一眼 似乎要看到他的心里去 前一秒还嘻嘻哈哈的 突然就变得极为严肃 这巨大反差让照浪有些不适应 摸了一下自己的脸 说道 本公子知道自己长得不错 你也不用这么看 听到这话 姬无双脸上一红 说道 不要脸 然后从怀里拿出一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还带丝丝血迹的丝绸 给了照浪 这是名单 有了他 你可以找到大秦各地剩下的农家子弟 以后这些事情 你就不要烦我了 姬无双说完 就拉着小七和小九离开 照浪打开还带着淡淡体温的丝绸 却发现里面居然还有一块样式老旧的玉佩 喂 这里面还有一块玉佩 姬无双却头也不回的摆摆手说道 不值钱 送你了 照浪还想说什么 姬无双却已经和少年们完成一片了 算了 一块玉佩而已 照浪也不嫌弃 直接挂在身上 然后离开 等照浪离开了以后 姬无双才回头看了一眼 然后像是问面前的少年们 又像是问自己 你们的家主应该是个好人吧 这时候 所有的少年几乎都一口同声的说道 家主是世上最好的人 姬无双看着少年们的笑脸 脸上也浮现出一个笑容 穿越成勤使慌张子 第四十六张农家之首 第二天一早 照浪伸着懒腰醒过来 接连睡了这么久 精神总算是恢复过来了 小七 照浪喊了一声 这次小七很快就端着水走了进来 看来是早就准备好了的 公子 凝醒了 小七一边打招呼 一边麻利的帮照浪洗漱 照浪恩了一声 然后问道 小九呢 小七欢快的说道 小九被抓着去成练了 白姑娘说 现在要赶紧给我们把身体打开 不然再等一些日子 我们的身体就固定住了 照浪默默的点点头 这几乎双还是有几分真本事的 小七和小九他们现在十五六岁 再过几年身体就定型了 你怎么没去 照浪问道 小七笑嘻嘻地答道 公子这里当然要有人照顾 照浪摆摆手 说道 L不用了 你也去吧 我又不是个废人 这点事情我搞定的 旺财也一直跟着我 你去就是了 小七顿时带着几分兴奋说道 那公子我就去啊 去吧 照浪笑着说道 他反正也从来没有把小七和小九当做奴婢 那颗红旗下生长的心 不允许他这么做 小七蹦蹦跳跳地离开 照浪自己拿起毛巾洗漱 别说还真有点不习惯 老祖宗没说错 有减入奢益 有奢入减难啊 照浪感叹道 说完之后便出了房间 就看到了旺财 公子 您也太骄纵小七和小九了 旺财这时候带着几分抱怨说道 他刚刚在门口也听到了这些话 这么下去 仆人都会没大没小的 照浪看着被福伯一手带出来 当做接班人的旺财 他没说什么自由平等 这都是扯淡 只是说道 这样大家都轻松一点 不好吗 旺财看着和之前相比 充满了活力的庄子 说道 好是好 就是总觉得没了规矩 照浪笑道 什么规矩不规矩 公子我喜欢就好 旺财想了想 是这么个道理 这个家里最大的自然是家主 可家主经常不在家 那自然是听照浪的 于是回到 公子说的对 照浪也不再多说 嗯 公子我去上课了 下午的安排一辆牛车 准备些食物不匹 我要出去 然后就朝上课的院子走过去 上课总是枯燥的 即使是照浪也有些想昏昏欲睡 可惜被孔甲盯着 开布了小差 嗯 今日早上的课便到这里 休息一刻钟再回来 孔甲这时候说道 顿时少年们是顿时像鸟儿一样四散而开 这珍贵的课间时间 大家都还是很珍惜的 照浪也准备出去转转 顺便再看看受伤的少年们 却看到姬无双正在院子的角落里 看着孔甲发呆 刚好下午他要按照名单 去找农家人 顿时走了过去 你也来上课 他记得姬无双完全不需要上这些认字的课 我给小七和小九开金之后 他们去休息 我看这里人好多 就过来看看 姬无双随意的回到 但眼睛却一直盯着讲台上的孔甲 那是我请来的乡间先生 你一直盯着他干什么 照浪好奇的问道 姬无双眯了眯那双好看的眼睛 说道没什么 我就是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他 但是我记不起来了 照浪一听就笑了 原来是这种错觉 于是随意的说道 可能路上碰到了吧 对了 我准备下午去找名单上的人了 有什么要注意的没有 姬无双看了一眼照浪挂在身上的旧玉佩 说道 没什么 你现在这么能打 不要紧的 照浪一听就皱起眉头了 他去请人来种地 和能不能打有什么关系 刚想要详细问问 就听到孔甲叫他 照浪只能先过去 老师 照浪行李道 嗯 你过来看看 孔甲指着面前用来练字的沙盘说道 照浪看了半天却没有看出什么眉目 孔甲这时候变叹气说道 这是上次之后 我开始改进的字体 看样子是不大型了 照浪一听 人都惊了一下 他这老师居然准备开始改进小转了 看着对方失望的样子 照浪心中一动 说道 老师学生这里却有些想法 然后照浪给了十几个常用字的正凯书写了出来 看到这些字 孔甲眼睛一亮 说道 这字体方正 却又大气 浪儿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照浪老脸一红 说道 学生喜欢偷懒 所以太复杂的字 会少些笔画 孔甲看着照浪说道 浪儿 你果然注定是我如家门人 大才 大才啊 这下即使照浪自认为脸皮厚 也有些顶不住了 说道 老师 这些都只是一些小小的想法罢了 最后还是要靠您 孔甲这下却更满意 有才能却不自傲 善 大善 照浪顿时说不出话来了 和孔甲告了一声假 就提前开溜了 连之前想问姬无双的事情都忘了 他怕再多停留一回儿 会把自己惭愧死 孔甲却笑呵呵的看着照浪离开背影 说道 我如家后继有人啊 这一幕落到一旁的姬无双眼里 却犹如一道惊雷 他想起来了 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跟着自己的师父 也就是农家之手 见过这个人 如家之手 姬无双极为震惊地说道 如家现在乃是整个大秦的两大家之一 非如寂寞 这是全天下都知道的事情 即使面对大秦 面对始皇帝 这样的庞然大物 如家也敢不低头 而对方还是拿如家没办法 如家之手 更是天下如家之人的精神首领 影响力巨大 可现在 这个人居然出现在一个地主家里 还在这里当一个普通的启蒙先生 姬无双第一反应就是他认错了 可是想起来之后 他记忆却越来越清晰 面前的这位就是如家之手 你到底是什么人 姬无双看向照浪离开的方向 喃喃自语说道 他突然有些担心自己把农家之手的信物 交给照浪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了 穿越成秦始皇长子 第四十七章 这都是什么人啊 此时照浪正坐着牛车走在直道上 直道的人比之前多了不少 不时还有插着旗子的大秦骑士跑过 大家都要避让 不然的话 撞到你 不但不会赔偿 被撞的人反而要坐牢 因为耽误了军情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照浪不由的问道 只是车上跟着他的人 都没法回答这个问题 大秦就是这一点不太好 消息比较闭塞 很快 照浪就跟着名单上的位置 来到一座村落 他都是按照位置来看的 先看近 以后再看远 问了周围的人 照浪才找到一家茅草屋 看着面前简陋的房子 照浪有些愣神 这说是房子 还不如说是 一堆泥掺杂着茅草堆 起来的四面墙 稍微靠近一点 都有一股子草料腐烂的味道 这也能住人 但名单上 对方就是住在这个村 他刚刚也问了 村里就这一个人叫做许悦 这也从某种方面 证明了对方的不凡 因为一般的人 就像少女素一样 是没有幸的 请问 许悦在家吗 照浪站在门外问道 你们走吧 我已经没有粮食可以交税了 很快一道声音从屋子里响起 不多时一个满脸沧桑的中年人走了出来 看着照浪 中年人就起眉头说道 你不是官府的人 我不是 照浪摇头 然后行李道 请问您是农家子弟许悦吗 请人就要有请人态度 以理呆人总是没问题的 但对方听到农家两个字的时候 眼睛闷的一缩 然后说道 什么农家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听到对方拾口否认 不管是什么原因 照浪也不勉强 他是要人帮忙去种土豆的 要是来个心不甘情不愿的 那会出大乱子 名单上的人那么多 不差他一个 那打搅了告辞 照浪极为干脆的转身 准备离开 中年人也皱着眉头 打量着照浪 似乎想看看这个突然到访 却又突然离去的人 是个什么来路 当他看到照浪身上的那块老旧玉佩 脸色直接大变 出声道等等 照浪转过身 问道 请问还有什么事吗 中年人上下打量了照浪一番 问道 你是农家人吗 照浪还想着对方这么问的用意 眼前就出现了两个选择 一回答是奖励出极化学知识 二回答不是奖励去原理图纸 看着两个选择照浪有些犹豫 因为这两个选择都不错 出极化学知识 有了徐贵这几个术士 他也能用得到 说不定还能提高黑火药的威力 但是这个太遥远了 而现在整个大清 耕田基本上都是人力 效率极为低下 有了趋原理这个大杀器 能极大的解决耕作的问题 而且照浪本来也不想撒谎 于是回道 我不是农家人 不是 中年人的目光里开始闪烁危险的光芒 问道 那你怎么知道我在此地 还有快玉佩又是哪里来的 照浪回道 是有人所赠 有人所赠 中年人看了看照浪 低声道 你就是首领选中的人 照浪没听清楚对方说的什么 正要询问 突然 中年人神色一变 说道 小心 然后一只手就朝照浪拍过去 如果拍实了 非死即伤 这个动作太过突然 即使对方已经出言提醒 照浪也只来得极微微偏开 但还是落到了肩膀 瞬间就有一道剧痛传来 但这时候已经来不及痛呼 因为对方的另一招已经打了过来 照浪顿时心中无名火起 左手抬起格挡 右手挣脱对方抓住的肩膀 照浪的腿也没有掀着 直接朝对方的当步踢过去 如果踢实了 保证让对方击飞蛋打 中年人似乎也没有想到 照浪居然会出这种招式 急忙回首歌挡 照浪得到喘息的机会 就更不会放过了 直接奋起追击 插眼 锁喉 踢当 冠儿 人体的哪里脆弱 他就朝哪里攻击 一套连招直接让对方目不暇接 最终还是没有躲过照浪的一记踢腿 整个人横着飞进了茅屋 脆弱的茅屋瞬间倒塌 照浪这才停下来 然后朝不远处的旺财大声道 旺财 枪 有了上次的经验 照浪都把枪放在车厢里 旺财急忙拿出枪 然后扔了过来 照浪一把接住 这时候对方也从废墟里爬了出来 你还有什么遗言 照浪把枪一横 淡淡的说道 枪在手 他有把握十招之内 捅死对方 就是今天这架打得太他们冤枉了 中年人这时候捂着胸口说道 你的招式一直都是这么阴狠吗 照浪冷着脸说道 生死相搏 难道还要讲礼仪 中年人论了一下 随即笑道 有理 如果师父他们知道这个道理 也就不会去送死了 照浪就没道 这就是你的遗言 中年人感慨的看了照浪一眼 突然单膝跪下 说道 农家弟子 许悦 见过首领 从此后 听评调遣 不敢有丝毫违抗 照浪看着面前的一幕 整个人都蒙了一下 很快他就想起来了 鸡无双的那句话 你现在这么能打 不要紧的 再想想那块丝绸 还有他身上的玉佩 他就明白了些什么 鸡无双 你这个王八蛋 照浪恶狠狠的说道 再看看面前跪着的许悦 现在架也打了 亏也吃了 这个农家首领不当的话 简直就是血亏 而且他的确需要这个身份 只是 他们的就这么草率的 把这个位子给我了吗 好歹是一家之手啊 许悦 你现在既然听命于我 那就随我回庄子吧 照浪只想早点回去 找鸡无双问个清楚 许悦这时候 却露出一个羞涩的笑容 说道 首领我和您走没有问题 但是能不能先给我点钱 照浪顿时皱眉 他虽然不缺钱 但也不是冤大头 许悦连忙解释道 首领村里的张寡妇 一直对我照顾有加 现在我要走了 多少要留点东西给他 照浪直接闭上了眼 无奈的说道 旺财 给钱 心里却在哀嚎 这他们都是什么人啊 穿越成情史荒长子 第四十八章 我就不信了 还有我胡亥要不到东西 莫名其妙的打了一场 然后带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人回来 照浪只感觉头大 但是许悦却一脸淡定 丝毫不把自己当外人 看着照浪的牛车 四处摸摸 感慨而说道 首领 看咱们这牛车 家里应该很富裕吧 以后总算是不用挨饿了 照浪却是皱了下眉头 这祸刚刚和他交手的时候 是饿着肚子的 饿肚子还这么强 农家虽然不在 朱子百家的前列 你身为名单上的弟子 也不至于饿肚子吧 照浪有些好奇的问道 我农家宗旨 只要天下还有一人没吃饱 我们也不能饱食 许悦极为自然的说道 照浪听到这话 顿时愣了一下 他现在算是知道 姬无双那白莲花的性子 是怎么来的了 感情这整个农家 就是一个白莲窝啊 不过他很快问道 那我作为农家之首 也要这样 不怪照浪自私 这要求简直就是个大坑 别说现在的大秦了 就是2000多年后 华夏也还是有人吃不上饭 而且过得和个苦行僧一样 就算是皇帝 那又有什么意思 他向来是佩服这种甘愿 牺牲自己 为大众谋福利的人 这些人 是真正的值得尊敬的人 但很抱歉 他不是 首领不必担心 您是首领 不用受这些规矩的约束 许月解释道 那就好 照浪稍稍的安了心 看着许月说道 接下来的日子 就由你出面 帮我去收拢附近的农家子弟 春更在即 我需要专业的人手 有小弟 当然要用起来 不然岂不是太亏了 这时候许月的那张老脸上 却闪过一丝脚霞 说道 首领 历代农家新首领上任 都需要亲自收拢散布在天下的子弟 并获得认可 这事 旁人是不能代劳的 这也是为了防止玉佩落到坏人的手里 照浪想了一下那密密麻麻的名单 顿时脸都绿了 这要一个个去收拢 猴年马月才能弄完 难怪鸡无双敢就这么把玉佩给他 你们农家是闲得慌吗 照浪无奈的说道 许月看着照浪带着几分认真说道 首领 一看您就是富贵出生 不亲自在天下行走一番 怎么能知道百姓疾苦 这话照浪没法反驳 因为他们的说的很有道理 但这就更郁闷了 很快 牛车就回到了庄子 看着面前巨大的庄子 许月露出一个笑容说道 这次农家总算是找了个有钱人 而照浪第一件事就是去找鸡无双 白姑娘说有事公子您才出去没多久 她也跟着出去了 照浪找了一圈没看到人 还是小七和她说 居然溜了 照浪顿时无语了 不过她也知道按照姬无双的性子 在外面过步了几天就会回来了 行吧 那就先办正事 直接带着许月去存放土豆的地方 我把你招到庄子上 就是为了种这个粮食 照浪小心翼翼把土豆给许月看 上面现在已经有发芽的迹象了 等天气再暖和一点就可以种了 这是什么粮食 许月看着面前的土疙瘩 一脸好奇 许月不认识 照浪也不意外 姬无双是农家的嫡系子弟 还差点把这东西给贱卖了 这东西叫土豆 照浪说道是门好粮食 照浪没有多说 她要是说这玩意儿最少能亩产千金 估计会被当成疯子 我只是大概知道这东西的习性 但是具体的生长过程中还要靠你去记录钻研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这是照浪的办事原则 许月也点点头 照浪以为她答应了就准备离开 她还要把区原离的图纸给画出来 但下一秒许月就笑嘻嘻的说道 首领这是我干部了 我是农家护院的弟子 不是耕种的弟子 照浪顿时论了一下 农家里面还有这区别 那单子上也没有写啊 看到了许月脸上的笑容 照浪顿时眉头一挑 开始撸袖子 她不介意再把对方打一顿 许月脸色一变 连忙说道 首领你先别激动 我知道谁是耕种的弟子 就在咸阳城内 我和您一起去 照浪停下手 带着几分冷意说道 你怎么不早说 许月又恢复了那一副皮懒的样子 说道 首领您也没问啊 照浪冷冷的说道 明天一早 你就和我一起去咸阳 刚好她也去找个木匠和铁匠 把区原离给打出来 庄子上的匠人 什么都会一点 但想要制作这种专业的东西 就难了 等照浪离开 许月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 敢动手 敢杀人 也有钱 但对下人却不错 只是这无论如何 也算不上一个好人 突然许月再次露出一个笑容 不是好人 好啊 农家人就是好人多了 才被人欺负 第二天一早 照浪就带着许月来到了咸阳 最初还有些担心她杀了人的事情 但很快她就没有在意了 因为咸阳城内人人都在谈论一件事 史皇帝要巡游天下了 难怪路上的秦军也多了起来 史皇帝巡游天下的事情 照浪还是知道的 因为史皇帝正式死在第六次巡游天下的路上 听到这个消息 照浪越发感觉到了时间的紧迫 进了咸阳 照浪直接朝市房的铁匠店铺跑过去 许月虽然奇怪这路线不一样 暗也没有多问 来到一家铁匠铺前 这里是位置最好的铁匠铺 同理技术肯定也是最好的 照浪才到铺子面前 就听到里面传来一阵尖锐的呵斥声 铁匠 你知不知我是谁 居然拒绝我 另一个声音回道 官府有令 我们不能打造兵器 这位公子还是请回吧 尖锐的声音再次说道 什么官府 我就不信了 还有我胡亥要不到东西 立马就有另一个尖细的声音劝道 哎哟 我的公子 您声音小一点 穿越成秦始皇长子 第四十九章 父皇 您可要为我做主啊 怕什么 父亲不日就要出远门 大哥又是个软性子 这咸阳还不是我的天下 那道尖锐的声音说道 公子 圣炎 圣炎 隔墙有耳 隔墙有耳啊 另一个声音连连劝说 外面的人刚刚都赶走了 这铁匠 我让他也不敢多说 难不成你怕这门外有人 我这就开门给你看尖锐的声音 戛然而止 照浪看着面前毛都没有长期的小子 脸上浮现出一丝尴尬 他现在总算是知道 为什么这里是释放中心 却没有什么人了 你是谁 眉毛的小子一脸傲慢的说道 我说我是路过的 你相信吗 照浪带着几分真诚回道 屋子里面的话 他虽然没有听太清 但也大致知道 是个富家子第七压平民的老桥段 这实在是太常见了 所以他并不想管闲事 如果不是这一脸青色 毛都没有长期的小子 开门的速度太快 他现在应该都已经走了 路过的那你刚刚都听到什么了 眉毛小子昂着头说道 照浪虽然看着这个从里到外 都透露着傲慢的小子就讨厌 但自己才在咸阳杀了人 不想引人注意 于是说道 我什么都没有听到 说完 就准备离开这个是非知的 这市市房也不止这一家铁匠铺 他再去找就是了 但才转身 身后的眉毛小子就说道 我让你走了吗 照浪里都懒得理对方 脚下丝毫不停 你给我站住 你再走一步 我便叫这市房的官员来抓你 眉毛小子嚣张的说道 照浪顿时停下了脚步 然后转过身 皱着眉头说道 你以为这官府是你家的 会跟着你胡闹 眉毛小子脸上浮现出一个得意的笑 哼你怎么知道不是我话还没有说完 他旁边的随从就连忙劝阻道 公子 圣言 眉毛小子看了眼照浪 不满的说道 真扫兴 算了 你刚刚偷听本公子讲话 跪下道各歉 本公子就放你走 他的随从也催促道 你还愣着干什么 公子给你机会 已经是天大的恩德了 照浪听到这话 顿时眯起了眼睛 淡淡的说道 不知道你是谁家的孩子 但从现在看 你们家的家业如果交给你 恐怕是传不到下一代了 有这么一个嚣张跋扈 不成气的儿子 再大的家业也会被败掉 你说什么 你居然敢咒我 眉毛小子一张脸瞬间长得通红 喊道 来人 照浪这才发现 屋子里面居然还有个孔无有力的大汉 看了眼周围 已经有不少人注意到这边的动静了 照浪叹了口气 直接朝屋子走过去 眉毛小子一时间有些没反应过来 你居然还敢进来 我眉毛小子还想放几句狠话 但是下一秒 照浪就极为干脆的一拳将他打晕过去 然后毫不停歇的朝一旁的壮汉攻过去 武德这种东西 照浪是一丝都没有的 壮汉不是不强 只是没想到照浪看上去玉树临风 但是动起手来就是踢当插眼 仅仅几个照面 壮汉就软软的倒地不起 一旁的随从看着到在地上的眉毛小子 整个人都在颤抖 指着照浪说道 你你好大的胆子 你知不知道我家公子是什么人 照浪直接走过去 敷衍地说道 就算是皇帝老子又怎么样 随从听到这话 直接愣住了 你居然知道砰 一记手刀 随从也直接倒地 谁有空和这些人瞎避避 照浪现在只想赶紧找到会中的的人 然后离开 他发现自己真的和咸阳八字不合 才来了两次 就是遇到这么多麻烦 却看到屋子里一旁 还躲着一个拿着铁锤的壮汉 是铁匠 铁匠看了看躺了一地的人 再看看照浪 照浪犹豫着要不要把对方也打晕 就看到铁匠开始麻利地收拾自己的工具 然后站到了照浪的面前 诚恳地说道 公子 我反正是一个人 了无牵挂 这店也是官家的 公子 你带我走吧 你要我干什么都行 管口饭就好了 照浪微微愣了一下 他以为自己的路子已经够野了 没想到这个铁匠更野 还没想好 怎么回答 两个选择就已经出现在了照浪的眼前 一、选择带走铁匠 奖励完整的升铁野炼技术 二、不带走 奖励出及物理知识 看着两个选择 照浪微微想了一下 看了看面前的铁匠 说道 跟我来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王铁柱 等照浪离开之后 一道人引出现在房子里 仔细查看了下地上几人的状态 见没有生命危险 便快速地离开了 然后一路朝皇宫而去 片刻后 皇宫内 秦始皇看着面前的人 带着几分惊怒地说道 你说什么 胡亥被人袭击了 胡亥虽然生性顽劣 但不管怎么说 都是大秦皇子 皇子被人袭击 这可是能震动天下的大事 袭击者是谁 是诸子百家 还是六国余孽 秦始皇立声说道 在大秦国内 胆敢对皇室出手的人 只有他们 这时候 人引的声音里带着几分古怪回道 陛下是公子浪 秦始皇瞬间愣住 带着几分不可置信说道 到底是什么情况 给我说清楚 很快 人引便将事情的讲清 听完之后 秦始皇便说道 浪儿来咸阳了 最近他都在忙北巡的事情 庄子上虽然送来了情报 他却没有细看 把庄子上的情报送过来 片刻后 秦始皇便看完了信息 浪儿又收了一些孩童 到咸阳市为了庄子寻访贤能 一想到赵浪辛辛苦苦发展庄子 而这边的胡亥 居然还敢对赵浪恶言相向 秦始皇顿时心中来起 恨恨说道 这混账东西 就在此时 宫殿外转来胡亥的豪哭声 父皇 您可要为我做主啊 儿臣今日被不知道哪家的王八蛋给欺辱了 秦始皇脸色一黑 说道 取家法来 片刻后 宫殿内响起一阵阵惨叫声 父皇 您这是干什么 父皇 是儿臣被人打了啊 穿越成秦始皇长子 第五十章说 你错哪儿了 父皇 别打了 别打了 宫殿内 之前和赵浪对峙的眉毛小子 也就是胡亥 正在蹲在角落里抱头痛哭 陛下息怒 陛下息怒啊 原本在门外候着的赵高 这时候也赶紧进来劝道 公子胡亥他知道错了 胡亥见状 也急忙说道 儿臣知道错了 儿臣知道错了 秦始皇这才停了下来 然后说道 说你错哪儿了 胡亥听到这个灵魂拷问 直接傻了眼 他怎么知道自己错在哪儿 他到这里来 可不是来认错的 是因为他醒了之后 想去找打他的人 却一无所获 所以想着来让秦始皇帮他找人来的 谁知道 进门就被秦始皇打了一顿 这上哪里说里去 现在还要问他错在哪里 鬼他们知道他错在哪里 他心里苦啊 一看胡亥发愣的样子 秦始皇顿时心里就来了气 再次把手里的鞭子扬起来怒道 逆子 赵高赶紧一把抱住秦始皇 喊道 陛下息怒啊 便气坏了身子 同时给了胡亥一个眼神 胡亥顿时一边求饶 一边跑出了宫殿 看到胡亥逃走 秦始皇才气吁吁的扔下鞭子 真是混账东西 这时候赵高才把秦始皇放开 说道 公子胡亥只是一时糊涂 陛下不必如此动气 秦始皇压抑住自己的怒意 说道 一天到晚就知道游手好闲 欺压良善 正只是要北巡而已 就如此嚣张 正要是哪天真的走了 他还不翻天 说这话的时候 秦始皇带着几分寒意看向赵高 他可还记得赵浪之前和他说过的话 赵高心中一紧 说道 公子胡亥年纪尚小 攀完而已 攀完 哼 秦始皇缓缓坐下 带着几分疲惫说道 正的这些儿子 除了浪儿 就没有一个让正舒心的 赵高苦笑道 陛下 公子浪乃是上天眷顾之人 怎可如此比较 秦始皇神色变换了一阵 说道 都是正的儿子 有何比较不得 赵高知道 秦始皇现在心里看哪个儿子都不爽 只能劝慰道 只要陛下为几位公子找到好老师 公子们自然也可以成为公子浪那样一样 一般 听到这话 秦始皇突然心中一动 沉默了一回二 对赵高说道 浪儿已经在着手训练自己的班底了 你如何看 赵浪有些摸不准秦始皇的用意 如实回道 陛下 陈虽然不是领兵的大将 却也知道 想要练出一支可用之兵 起码也要三年 三年 浪儿这时间还是算得极好 秦始皇自嘲地说道 赵浪之前说过 三年内始皇帝必死 然后天下大乱 到时候他刚好练兵完成 赵高听到这话 也只能陪笑 秦始皇可以说自己命不久已 但他们敢这么说 就只有死路一条 正不日就要北巡 与其留下这群祸害在咸阳 还不如给他们找个去处 秦始皇淡淡地说道 赵高心中一动 说道 陛下的意思是 秦始皇这时候 已经做好了决定 去 把正的年满十六的皇子 皇女 除了扶苏留下监国之外 都放到浪儿的庄子上去 正北巡回来之前 都不准回咸阳 赵高却愣住了 说道 陛下 这皇子们天生娇贵 到庄子上恐怕生活不易啊 更说不上可以保密 恐怕第一天 就会把身份透露出来了 而且 公子浪和公子胡亥才刚刚结仇 这秦始皇也知道 自己那些孩子的秉性 冷哼了一声 说道 胡亥的事 浪儿自然可以搞得定 另外下令 胆敢泄露自己身份的 一律贬为平民 啊 赵高直接惊讶地叫了出来 他没想到秦始皇居然动了真格 可陛下 即使皇子皇女们能守住秘密 可这又如何给公子浪说呢 秦始皇淡淡地说道 传信给王俭 他自有安排 对了把已经造出来的纸 也给王俭送去一些 见秦始皇主义已定 赵高也只能去办 走到宫殿外 赵高摇摇头 苦笑道 这下可有好戏看歌 没过多久 就有一匹快马从皇宫出发 而此时赵浪才街上擅长耕种的农家子弟 坐着牛车慢慢悠悠地往回走 牛车上看着一匹快马从旁边急驰而过 赵浪带着几分羡慕说道 还是要早点把骑马给学会了 不然这牛车也慢了 牛车内的许悦笑着说道 首领您要是想学我可以教您 赵浪顿时点头 求之不得 然后对一旁比较文静的干受中年人 客气地说道 这次回到庄子上之后 就劳烦黄先生了 黄先生没有说话 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 赵浪也不见怪 刚开始他去找这人 还以为又要打一架 他枪都拿出来了 结果 对方看到了他之后 只听说了有心粮食 他就啥也不说 就直接收拾东西跟他走了 上了车也不说话 就点头摇头 赵浪都论了一下 这些人的性格一个个都这么奇葩吗 反而那个铁匠王铁柱 还挺健谈的 赵浪已经得到了系统奖励的生铁提炼法 等回去之后 就开始着手炼铁 有了这技术 无论是武器还是农具 品质都会更上一层楼 可惜的是没有得到练钢的办法 很快 牛车就回到了庄子上 赵浪把几人一一安顿好 他现在要管上课 训练 耕种 练铁 还要想着怎么把正凯字 慢慢给自己的老师 这些事情千头万叙 都不能太过着急 回到房间内 还没有来得及休息一回二 王铁就笑呵呵的走了进来 老师 赵浪行李道 王铁点点头 直接开门见山的说道 浪儿 我接到你爹的书信 说是想要把我们各家的子弟 都送过来训练一下 所以我想和你商量商量 赵浪微微一阵 但心里却又想歪了 便宜老爹这是在干什么 居然要这么多人职 穿越成秦始皇长子 第五十一章 没有人可以骑到我胡亥的头上 秦始皇的书信 比赵浪更快到到达庄子 王俭接到书信之后 也露出了一个苦笑 秦始皇可是给他出来一个大难题 先不说这么多皇子皇女 到了庄子上之后 该怎么安排 就说怎么过孔甲那一关 就极有难度 孔甲虽然没有见过这些皇子皇女 但是一次过来这么多皇子皇女 长期相处下来 总会看到破绽 不然也太小看一家之手的能力了 好在秦始皇也给了他指示 这一叠东西是什么 王俭看着信实送过来的指 有些疑惑 罢了陛下让我给孔甲 就肯定有他的用处 拿着东西 王俭直接找到了孔甲 然后把东西交给他 当孔甲拿到那一叠纸的时候 整个人连胡子都在颤抖 扶摸纸的样子 比扶摸女人还要神情 看得王俭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没人给他掩饰过 他也不知道这东西的用处 这是有人给你送过来的 王俭含糊的说道 孔甲却是一副料然的样子 问道可有什么话带到 王俭说道没有 送东西的人只是说 你到时候自然就知道了 孔甲微微皱眉 却还是点点头 王俭便离开了 只是除此之外 两人之间却没有多少交流 孔甲向来看不起武夫 王俭不想曝露自己的身份 等王俭走了之后 孔甲摸着泛黄的后纸 自语道 这就是他原本该有的样子吗 这是天下读书人的福气 就是不知道他会提出什么条件 王俭离开了这里之后 便看到赵浪回来了 于是又过去 将秦始皇的命令传道 只是他稍微做了一些改变 如果只让皇子 皇女们过来 时间长了 难免会露出马脚 还不如多加些人进来 所以他才和赵浪说 把各家子弟都集中起来 一起训练 这既能扰乱视听 又能为赵浪以后铺路 各个将领的第二代 基本上也会参军 如果这些人由赵浪一手带出来 那么今后赵浪就会有更多的筹码 当然赵浪想到哪里去了 他就完全猜不到了 这样也好 把大家都集中起来 免得在外多声是非 也可以趁此机会多认识一下 赵浪笑着说道 不瞒老师 我今日在咸阳城内 遇到一个顽固欺压良善 我知道 已如今父亲的发展 大家肯定都是有钱人家 但欺压弱小 还是不行的 不过赵浪有些疑惑的问道 只是老师 如今始皇帝不日就准备北巡 咸阳城内外肯定会加强戒备 我们如此行事 会不会太过张扬了 王俭对秦始皇在庄子里的卫装身份 早已了解过 笑着说道 浪儿多虑了 你别忘了 你父亲也是本地官生 我们的人里面 也有人身君做官 赵浪顿时恍然 但心里面也更加确定了 自己那便宜老爹果然 还是有事瞒着他 毕竟一个四言生意 再怎么有钱 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 更不说让这些人 把各家的邪脉子弟都交过来 他这个爹不简单啊 那老师 这事就这么定了 各个叔伯的孩子什么时候来 我也给他们准备个欢迎仪式 赵浪笑着说道 王俭哪里会不知道赵浪的性子 笑着说道 你准备给他们一个下马威 你也不必紧张 李儿和他们很多人都认识 他也会协助你的 赵浪顿时行李 诚恳道 多谢老师 王俭离开之后 赵浪才缓了一口气 苦笑道 还真是一刻都不得闲啊 趁对方还没有来 赶紧把妆子改造一下 不然根本上容不下那么多人 好在家里别的没有 就是有钱 福伯又是个老手 这些繁琐的事情 不用他亲自来做 把自己需要的东西列了个单子出来 然后交给福伯 接下来的几天 就是在做一些准备工作 赵浪也清闲了两天 庄子里每天都有一点新的变化 当然变化最大的却是他的老师孔甲 以前上课的时候总是极为严肃的 这两天上课 嘴角的笑意却是脏都藏不住 不知道有什么喜事 赵浪怎么问他也不说 反而还抓着他多研究一些正凯字 说是很快就能有待用了 至于赵歇的消失 赵浪则是完全没有在意 一个小小的书童而已 他哪有时间记下那么多 这天赵浪上完课 就带着去死他们来到了训练场 这几天让你们训练的队列怎么样了 赵浪问道 还有些不熟练 但已经能基本完成了 去死151时的回道 赵浪点点头 过些日子 我们会有一批新人过来 到时候你们就是他们的教官 对这些二代们 赵浪也没有打算真的按照特种兵的要求来训练 就当搞一次类似军训的项目了 几天后 在咸阳城内一片欢呼声中 秦始皇开始了他的第四次巡游天下 而在另一边 一辆辆牛车出了咸阳城 一辆牛车上 几个容貌秀丽的女子靠在车厢里 其中一个带着几分抱怨道 父皇也真是的 自己出巡就算了 居然把我们也赶了出去 英漫 父皇最宠爱你了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几个女子中最秀丽的女子 正是盈英漫 她缓缓地说道 出来的时候 交代你们的话 是不是就都忘了 不准透露自己的身份 不然的话 就被贬为平民 这次连已经有了夫君的大姐 都被叫来了 父亲可不是说笑 提到秦始皇 车上的人顿时老实了不少 尹英漫这时候又说道 不过我倒是知道 这事好像和胡亥有些关系 他前些天在父亲那里挨了一顿打 然后就有了这事 车内顿时一个个都说道 又是胡亥这个惹祸金 另一边的牛车上 胡亥正在对几个皇子吹牛 几位哥哥弟弟 虽然这次父亲说了不能泄露身份 但是没有人可以骑到我胡亥的头上 你们就等着瞧好了 穿越成秦始皇长子 第52张缘分简直就是妙不可言 很快牛车队就到了照浪的庄子前面 但这时候庄子的大门却是关着的 门口更是立着一块牌子写着 再次等候不得喧哗 于是大家都纷纷下车 不少人都是认识的 相互之前顿时手落起来 这就是我们要住的庄子了 看上去还挺大的 我们在这里应该也不会太辛苦了 一个年轻人看着庄子说道 但大家却都兴致缺缺 这庄子的环境再怎么好 肯定也比不上自己住的地方 我爹也不知道发什么疯 硬生生把我赶过来 另一个年轻人抱怨道 还说什么不能透露自己的身份 不然就把我送到北边去和匈奴和西北风 一阵阵不同的抱怨声逐渐响起 另一边的皇子皇女们也都聚到了一起 他们生在皇家 有秦始皇这么个强势的父亲 其实一个个都很规矩 从来不敢太过放肆 也就胡亥这个不计打的性子 敢胡闹 结果这次倒好 把这些人全给坑了 高 你平常和父亲的关系 要比我们亲近一些 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一辆牛车内 一个年轻的皇子问道 公子高摇摇头 看了一眼不远处的胡亥 说道 不知道 但是我看了看 这次不只是有我们皇子皇女 还有许多江门子弟 听说海武城后王将军也来了 大家都安分些就是了 顿时所有的皇子都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胡亥这时候也来到庄子前 看了一下周围的情况 心里打着小算盘 要说他作为皇子 对皇位没点想法 那是不可能的 只是秦始皇太过于强势 没人敢明确的表达出来 可现在这情况 这么多江门子弟在这里 平常可没有这种机会 大秦以武力国 如果他能得到这些人的认同 等他父亲百年之后 就算征补了皇位 也可以做个十全皇子 所以 首先就是要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不然这里这么多皇子 别人凭什么注意到他 看着紧闭的庄子大门 胡亥心中一动 直接越过所有人 站出来大喊道 庄内何人 我等已经到了 还不快快开门 果然这一声喊 把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都吸引了过来 大家看了看牌子 再看了看胡亥 感受到这些目光 胡亥顿时露出一个笑容 至于牌子上的字 他当然是看到了 但是他要的就是这 与众不同的效果 就在这时候 紧闭的突然打开 一男一女 两支队伍 怕着整齐的步伐 从门内出来 虽然两支队伍 都是由年纪不大的少年组成 但是那整齐划一的动作 却给人一阵难以名说的压迫感 只有有几个年纪稍大的江门子弟相互看了一眼 他们看到的东西更多也更全面 比如这两支队伍的所有动作就连手臂摆动和每一支脚的迈出都是一模一样 即使是战斗力横扫天下的秦军都没有那支军队会这么苛刻 刚刚是和任轩华看不到竖起来的牌子吗 门内一个身材匀称面貌俊朗的少年郎走了出来 正是赵浪 站在最前面的胡亥几乎是瞬间就认出了他 是你这个王八蛋 胡亥直接喊了出来 愤怒的情绪几乎是瞬间就占据了他的脑子 就是因为这个人他才被秦始皇给揍了一顿 现在还要被发配到这个庄子上吃苦 赵浪也发现了对方 上次离开是因为怕对方报关 可现在到这里来的都是什么人 都是他便宜老爹的人 也就是说完全不用担心会有人去报关 所以他丝毫不慌甚至有些想笑 原来是你啊 不好意思上次下手太轻了 胡亥听到这话直接怒气直冲脑门我打死你 然后直接朝着赵浪冲过来 赵浪却还是原地不动等到对方冲到他身前的时候 他才轻轻的一个侧身在家一脚就让胡亥老老实实的趴在了地上 看到这一幕其他人都愣住了 胡亥的身份他们还是知道的 可现在面前的这个年轻人居然敢就这么毫不留情动手 到底是什么人 看着面前众人复杂的表情 赵浪知道他的目的达到了 他立那块不得喧哗的牌子就是为了立威 原本还担心没人出头 没想到居然在这里遇到了老冤家 这缘分简直就是妙不可言 赵浪走到众人的面前 缓缓说道 我知道各位的身份不一般 都是有钱有权人家的子弟 但是既然父辈们把你们送到庄子上来 你们就要守庄子上的规矩 看着众人脸上或多或少的愤怒之色 赵浪也丝毫不意外 这一个个都在家做威作服惯了 谁都不会服谁 于是他继续说道 我知道你们不服 所以我也给你们机会 不服的可以上前挑战 我输了 接下来在庄子的时间 我就听你们的 我和你们年龄差不多 也不算欺负你们吧 听到这话 不少人都神色移动 赵浪看上起不过十六七岁的年纪而已 看上去也并不是那种肌肉男 都是年轻人 谁受得了这种刺激 顿时就有人出来 说道我来 年轻人出来之后 直接朝着赵浪飞奔而来 到了面前之后 借助奔跑的力量 飞跃而起 朝照浪踢过去 这一脚的威势极大 空中居然隐隐响起破空声 但是 等他到照浪面前的时候 照浪极为精准地闪开了这一脚 然后抬起自己的脚 就将对方踢飞 众人还在震惊的时候 就已经有狼钟出来了 顿时 大家心里都抽了一口凉气 你他们连狼钟都是先准备好了 下一个 对了 我忘了说个规矩 照浪这时候带着笑容 说道 之后出来的人 要记得先喊一声报告 这时候人群中已经有人动了 听到照浪的话 犹豫了下 还是说道 报告 照浪顿时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 对遵守规矩的人 他决定下手轻一点 穿越成秦始皇长子 第五十三章五好梦中杀人 这个懂规矩的年轻人 也只是多顶了一脚 大家的脸色都变得严肃了许多 刚刚上去的两个江门子弟 虽然不是最厉害的 但出生江门从小而如木染 家族也会栽培 伸手不是一般人能比的 居然连照浪的一招都挡不住 而且照浪到现在为止 连手都没有动 这实力的差距 就已经一目了然了 只是要他们就这么认输 以后如果传出去 大半个江门的子弟 被一个人压得抬不起头 那还有什么脸见人 我来试试 一个身形比较壮实 有些虎头虎脑的年轻人出来说道 我叫蒙智 你叫什么 听到这个名字 江门不少人都精神一阵 是蒙家的人 蒙家出了两名镇守北疆的大将 家传武学绝对不弱 照浪也点点头 总算遇到各走正常流程的 笑着回道 照浪 蒙智憨憨的说道 好 那我要动手了 说完便朝着照浪一步步 稳稳的走过来 照浪眉头微微一皱 神色也变得凝重了些 很快两人的手就硬碰硬的到了一起 一交手 照浪的脸色就微微变了一下 这蒙智的力气太大了 如果不是照浪有特种兵体魄 绝对挡不住对方的距离 好在照浪不只有特种兵体魄 还有格斗术精通 他手蒙的一用力 然后身体往前一压 蒙智猝不及防 脚下动了起来 照浪抓住机会 直接一个扫腿 将对方摔到地上 蒙智站了起来 摸了摸自己头说道 我输了 对于这种老实孩子 照浪还是很喜欢的 交代了一句 下次记得喊报告 蒙智点点头 然后回到了人群里 这下 江门中没人敢再站出来了 就当照浪以为可以收场的时候 一个声音传来 报告 照浪看过去 一个年纪大约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站了出来 我较高 不擅拳脚 不知道可不可以用武器 站出来的正是公子高 照浪点点头 去死就送上了一把木剑和木枪 点到为止 其他人这时候也紧张的看过来 照浪的拳脚功夫强 总不能武器而也强吧 只要能在一方面抢回面子 那也还能说得过去 请 公子高行李之后 就手握长剑 七身而上 他的身法极为飘逸 宛如折仙 但是下一秒 一道枪引就极为狂暴的砸过来 就像是不讲道理的蛮汉 狠狠的落在木剑上 然后将他击飞 下一秒 照浪的枪就落到了对方的喉咙前 顿时 整个人群瞬间陷入一片死寂 照浪的枪法 比他的拳脚还要厉害 刚刚别人是在用自己的弱像 和他们交手 这种打击 比直接击败他们更让人难受 此时 庄子的高处 王简正和王黎两人看着这里 爷爷 阿浪这是在做什么 王黎看着庄子前面的情况 有些不可置信的说道 这些人他很多都认识 可以说这里就是大秦未来大半个军事贵族 可这一下 照浪几乎全部都得罪完了 甚至还有可能得罪了以后的大秦皇帝 王简却笑呵呵的说道 浪儿做的事 不过是商鞅立木的就是而已 手段粗暴了些 但是效果向来不错 不过浪儿到底是年轻气盛 我们过去吧 再这么下去就要伤和起了 对了 你也不准透露任何人的身份 很快 王简就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看到王简 所有人都行李道 见过王爷爷 其中也有人没有反应过来 直接喊了侯爷 但声音淹没在人群里 而且很快改口 也没有什么妨碍 老师 照浪也行李道 心里还被这老师给惊讶了一下 这些二代居然都认识他 而且态度也极为恭敬 难怪他便宜老爹 非要他做自己的老师 王简点点头 看着下面年轻的面孔 心里极为感慨 说道 你们都很不错 一句话 就让所有脸上都恢复了一些笑容 能被五成后王简夸上一句 是值得炫耀的事情 圣拜乃兵家常事 今日之事 便是一堂极好的圣妇课 圣部交拜部内 此乃闲人所言 王简直接站在这里开始上课 片刻后王简讲完 众人再次行李 李儿 你和浪儿一起帮大家进庄子吧 王简吩咐道 然后又对照浪说道 都是自己人 不许苛责 是 老师 照浪行李道 王简这才离开 有王黎的协助 原本众人心中那些许对照浪的恼怒和羞愤 都已经消散不见 现在我们入住 所有人都是四人一间房 上下扑位 照浪直接把上辈子的学校模式给搬了过来 原本以为这事会引起反对 没想到只有人小声嘀咕了几句 就没有人再多说什么了 这让照浪原本准备的手段都用不上 倒是有人问道 那你呢 你住几人间 照浪微微一阵 说实话 他开始还真没把自己算进去 可现在如果他自己还住原来的房间 恐怕就浪费老师刚刚的一片心意了 我自然和你们同住同吃 然后从明天开始训练 我的人会告诉你们庄子里的时间表 现在入住吧 照浪一挥手 他身后的少年们便走下来 带着人开始进入庄子内 入住庄子的过程 极为顺畅 没有发生任何问题 吃喝上 照浪也没有再苛责这些人 都是按照自己的标准给的 因为在他看来 这就已经很难吃了 他已经在想办法怎么改善自己的伙食了 照浪也很快跟着住进了临时改造的房间里 还给自己选了几个好室友 高 胡亥 蒙志 你敢住这里 胡亥看着照浪生力色忍的说道 照浪点点头说道 有什么问题吗 胡亥咬咬牙说道 你就不怕我等你睡着了 报复你吗 照浪眨巴眨巴自己的眼睛回道 那我也要先和你说清楚 无好梦中杀人 听到这话 胡亥只觉得一阵凉意 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 穿越成秦始皇长子 第五十四章 我看你们挺有夫妻香的 哥 你听到这小子说什么了吗 胡亥吓得直接向旁边的公子高求救 照浪也看了下公子高 他倒是没想到 这两人居然是兄弟 公子高却极为平静的 开始整理自己的床铺 说道 我不认识他 胡亥顿时傻了眼 哥 我们可是亲兄弟啊 傅胡亥的话还没有说完 公子高就冷冷的看了过来 胡亥这才小声说道 父亲知道也会伤心的 公子高一有所指的说道 公子浪只是和你开玩笑而已 你要是在乱说话 我就当没你这个弟弟 胡亥也瞬间想起了来时候的警告 顿时精神萎靡了下来 也开始收拾自己的床铺 只是没动机下 就直接放到一边了 然后躺在床上懒得动弹 很快 其他几人都收拾完毕 我们出去逛逛吧 我看着床子周围也不错 公子高提议道 其他两人也欣然同意 顺便也去和其他人熟悉一下 只有胡亥懒在床上不动 他才挨了揍 身体多少有些不舒服 当然更多的是 觉得自己丢了面子 觉得没脸见人 三个人陆续出门 照浪特意留在最后一个走 我没有和你开玩笑 照浪留下这话之后 才离开房间 而胡亥像只受惊的兔子一样 瞬间跳了起来 然后头就撞到上扑 啊 听到一声惨叫从房间里传来 照浪这才露出一个笑容 湿湿然的追上前面的公子高和蒙志 也不知道为什么 照浪看到胡亥就想折磨折磨他 好像他是个十恶不赦的人一样 看到对方痛苦 就觉得很快乐 他这么一个天性善良的人 有这种感觉 简直奇了怪了 别是杀人上瘾了吧 照浪警惕的想到 可是他对其他人又没有这种感觉 可能只是单纯八字不合 下午的时间 基本上都在和这群年轻人在一起 自己便宜老爹的意思 照浪自认为还是很懂的 这不是很明显的让他熟悉下人脉吗 自己之前试吃的 和其他人都没有什么交流 以后真要成事了 他却连一个熟人都没有怎么行 年轻人之间的矛盾来的激烈 但去的也快 照浪先前的表现虽然和强势 但在大秦就是强者未尊 而且照浪现在和他们一起训练 所以大家很快熟络起来 男生们聊得火热 女生们也不差 英曼 我这次看到了好几个青年才俊 你说父亲这次不会是让给我们选夫婿的吧 一位黄女看着不远处的男生们说道 这次的女生全都是黄女 所以她会这么想也不奇怪 胡说八道 盈盈曼没好气回道 如果真是给我们选夫婿 何必要有这么多规矩 再说了 大姐可是有了夫婿的 黄女被说了也不介意 盈盈曼是最受宠的女儿 傲娇一些事尝试 那你觉得今天的那位公子浪怎么样 黄女调侃道 嘻嘻 我看你们挺有夫妻香的 你们不准胡说 盈盈曼脸色一红 说道 但不知为何 我的确对这人有股陌生的熟悉感 总想着亲近他 黄女们顿时笑道 还能为何 你动了春心杯 要我说 这位公子浪长相极好 武艺也高 今天就联盟家的那小子都他被折服了 回去之后 你和父亲说一声 也不是不可能 盈盈曼顿时害羞道 你们在说什么 真是找打 几个女生顿时嬉闹成一团 夜幕降临 大秦如今还是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的状态 众人也都回到了各自的房间 很快便进入了睡眠中 第二天天才刚刚亮 所有人就被叫了起来 每天早上的晨练要开始了 江门子弟们很快就适应了 因为他们的父辈也都是早起练武的 皇子皇女们就稍微有些怨言了 今天怎么要起这么早 胡亥站在人群里 小声抱怨道 起床的时候 他倒是想赖床 可是照浪只是看了他一眼 他就老老实实的起来了 旁边一个和胡亥相熟的皇子说道 嗯 这不是哀 你怎么这么重的黑眼圈 昨晚是没有睡觉默示 一说到这个 胡亥的眼泪都差点掉下来 他倒是想睡 可是一想到照浪那句无好梦中杀人 他就心理直打颤 被照浪教训了两次 他知道照浪是真敢下死守 所以晚上根本睡不安稳 照浪翻个身 他都要跟着抖两下 但这事没法和其他人说 只能掩饰到 这里的房间如此之差 我根本睡不着 相熟的皇子也叹了口气 说道 谁说不是 但这是父亲的意思 忍忍也就过去了 只是很快 他们就看到庄子上的少年们 不论男女都飞快的集中到了一起 去死站在最前面喊道 成练队形展开 立正 稍息 向左看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 所有的少年们 以及其整齐划一的姿态 和极快的速度 组成了一个无论横看 竖看 还是侧看都极为整齐的方正 没有人见过这样的训练 即使是几率严明大秦的军队 都不会对细节有如此高的要求 几乎所有人都不约而同的闭上了嘴巴 当然也有眉壁上的这花里胡哨的有什么用 就是好看而已 胡亥小生说道 他也不敢大声说话 对照浪的阴影太深了 可惜的是 当然没有人说话的时候 小生也就成了大生 听到这话 心里跟着赞同的人其实还不少 这些少年做这些小动作 似乎也就看上去好看而已 只有蒙志似乎有所感悟 但却又总觉得隔着一层窗户指 不等他感悟完成 少年们已经动了起来 踏着整齐的步伐 开始晨跑 其他人跟着少年们围着庄子 跑了两圈 开始用早餐 请各位按照先后次序 排队到这里领取碗筷 然后依次领取早餐 去死站在中间 对所有人讲着用餐规则 有照浪在场 也没有人敢捣乱 这新奇的用餐模式 倒是让大家觉得有些有趣 早餐过后便是上课 到了这里 所有人都不自觉的露出一丝高傲 因为他们都是读书人 自小开始学习了 一个乡间庄子里的老夫子 想要教他们简直就是笑话 对方认的字可能都还没有他们多 穿越成秦始皇长子 第55章还有谁 教育资源从古到今 都是极为稀缺的 教育也从来都是一件奢侈品 优质的教育更是如此 哪怕到了2000多年后的华夏也是一样 这也是为什么黑夫听到照浪要为孩子们请先生的之后 就直接让所有孩子认照浪为家主 但是 皇子皇女们不用说 大秦70位博士 每一个人在当代 都是各个方面的顶级人才 江门子弟们 也是家境优渥 他们这些人的确有骄傲的资本 一个小小的农庄而已 训练出彩 这应该是五成后王俭的功劳 一个大秦帝国的侯爵 叫这群小子 实在是浪费了 很快到了上课的时候 院子里这时候已经满满当当摆着条凳条桌 这样能最大程度的利用空间 毕竟少年们加上众人 都已经一百多人了 少年们按照位置一排排做好 院子里还有足够的位置给其他人 其他人却都站在一旁 当先生也是要资格的 他们这些人身份尊贵 一般人还真受不起这群学生 即使是照浪 哪怕武功高强 但是论起学问来 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 如果这个庄子的老夫子敢多说什么 他们也不介意做出反击 估计随意说一些典藏的书籍 这乡间负责启蒙的老夫子 可能都不知道 在书籍全靠首课的大清 书也是极为珍贵的资源 诗书传家 不单单指文化的传承 也说明了书籍的珍贵 很快一个身影就出现在众人面前 孔甲看着院子里多出来的人 并没有惊讶 昨天他看到这些人进庄子的时候 就认出来几个 因为有人去过他府上求学 只不过他一个都没有答应而已 心里也已经明白了 为什么秦始皇会派人送来那一叠纸 原来是给这些人交的学费 毕竟他的课 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上的 现在看在那些纸的份上 他就免为其难的答应了 看到孔甲 人群中有几个人都微微变了脸色 纷纷和自己相好的朋友告诫 公子高更是直接和一旁的胡亥说道 戴惠尔先生让坐下 就坐下 别讨不自在 他认出了对方 当年秦始皇还让赵高带着他去求学 谁知道对方只让他们喝了一杯茶 就赶了出来 那次秦始皇大发雷霆 却还是拿对方没有办法 没想到居然在这里遇到了 他心里第一次对这个庄子的来历 还有赵浪的身份产生了好奇 五有王捡这个兵家之手 文有孔甲如家之手 什么条件能让这两人带在这个小庄子里 此时胡亥却直接把公子高的话 当成了耳边风 昨天丢的面子 他今天必须找回来 他要让人知道 他胡亥文武双全 看到孔甲少年们顿时起身行李 先生好 孔甲点点头说道 大家都坐下吧 少年们坐下 众人中也坐下了一少部分的人 但还有些站着 孔甲微微一震 然后心中就已经明白了 也不着脑 而是说道 为何不做这时候 察觉到机会来了的胡亥高生说道 我等好学 但也只学有试知识 听到胡亥的话 站着的人都不由的点点头 但已经坐下了公子高 却直接闭上了眼睛 孔甲微微一笑 回道 你要如何 胡亥昂着头说道 我也为难你 我说一段文章 你能说出自哪本书 便算你胜 孔甲点头同意 胡亥顿时说道 教之语 使明其德 而知先忘之物 用明德于明也 他虽然顽劣 但是皇家教育的资源摆在这里 皇家子女也许有很多缺点 有的荒淫 有的残暴 但独独没有愚蠢之人 听到这句 不少江门子弟都露出了疑惑之色 他们家中的藏书 也不可能比皇家多 孔甲也听得点点头 说道 此乃出自 国语 楚语上 书时对楚太子父说 老夫说的可对 胡亥论了一下 略些不甘的说道 先生说的对 但我还有一提且慢 孔甲说道 现在换我考你了 你问我一句话 我便问你一个字好了 只要你能认出来 我便认输 胡亥一听 顿时大喜 连忙说道 一言为定 如果对方同样 这么考他 他还真不一定 把每句话 都记得清清楚楚 可是认字 就完全不虚了 孔甲顿时 在沙盘上写下一个字 然后拿给胡亥 胡亥一看便愣住了 沙盘上的字 极为繁杂 任他搜长瓜度 都认不出来 其他人也偷偷看了一眼 却发现都不认识 孔甲这时候淡淡的说道 这是商周的经文 这个字念做蠢 胡亥一听 一张脸直接变得赤红 愚蠢而不自知 说的就是耳等 把手伸出来 孔甲力声道 胡亥虽然满心不情愿 但孔甲的声音似乎带着特殊的力量 让他不由自主的就把手伸了出来 啪 一声脆响 你既然喜欢站着 那便拿着这幅沙盘 站到旁边去 孔甲冷然说道 然后看了看其他人 说道 还有谁 其他人看着胡亥的样子 就知道这次是踢到铁板了 于是集体摇头 那便坐下 上课 孔甲一按戒齿 开始正式讲课 不得不说 真正的大师 即使面对层次不同的学生 也能极好的选择讲课的内容 很快 上午的课结束 一旁站了快两个时辰的胡亥 也终于得到喘息的时刻 以他的性子 也不是没有想过直接撂担子走人 就算秦始皇怪罪他 顶多就是挨一顿打 反正他也没少挨 可问题是 下面的照浪总是时不时的看他一眼 那目光 就像是在考虑从哪儿下刀一样 让他不得不死死停住 此时 公子高完全没有管胡亥的心思 而是琢磨着怎么和孔甲拉上一些关系 不只是他 其他认出了孔甲身份的江门子弟也是一样 不是因为他们仰慕儒家 而是因为秦始皇一直想将儒家收下 谁能得到儒家的认同 谁就是大秦的功臣 他们甚至觉得 这就是为什么家里人将他们送过来的原因 就在众人想办法的时候 孔甲这时候笑咪咪的对赵浪说道 浪儿 为师今日对你所说的正凯字又有所悟 你赶紧替为师来看看这个字如何 听到这话 知道孔甲身份的公子高脑子直接蒙了 这种方法 带来一个小刀 然后是大小刀 我再详练 然后是大小刀